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 Linux核心实作可乘的说明 那我们这本课呢,从2019年开设到现在 那就是迈向第六年 那你可以在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女孩子 那你接下来课程应该会看到她很多次 这是我女儿 然后这门课的开设的时间 就这门课的年纪呢,就跟我女儿年纪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这门课呢 就希望可以一路开设到我女儿理解Linux核心 甚至可以有办法做出对Linux核心的贡献 好,那在课程说明正式开始之前呢 请你留意到下方 就是在这个画面下方 有一个超连结 那这底下的画面下方的超连结呢 就是线上聊天室 那就是接着就是 在说明课程过程中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你可以把这个问题贴在这个聊天室里面 然后那如果说你中间发现说这个因为网路的状况啊 或是说呃,产生为,为,呃 呃,非预期的这个状况呢 也欢迎利用这个网路聊天室来提出讨论 好,那我是黄建群 所以我在2012年开始回到成功大学授课 那这几年的这十几年目标呢 我就很明确 我就希望呢把这个我在产业二十几年的经验 呃,这些所见所闻 带,带于给大家 然后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让各位了解产业的需求 我们这本课呢 是讲这个Linux核心 但是Linux核心其实就是整个资讯科技产业的缩影 这个这个概念我稍后会来说明 那也就是说呢 你要理解到就是既然Linux核心呢 在现今的这个资讯科技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 所以要了解Linux核心呢 其实很难只从一门课 但我希望呢 这门课显然就是一个开始 那从这个开始呢 你应该可以延展到不同的面向 这就是我开设这系列课程所想要达到的事情 然后同时呢 我也顾及到各位的需求 这个需求你当然很清楚就是就业 还有说真正运用Linux核心来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那就是你有充分的掌握 才有办法做到这一事 那首先呢 就是警告 就是这个Kernel呢 是有读的 我们讲这个Kernel有读呢 其实在讲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讲Kernel呢 你要搞清楚我们是讲什么样的context 就是它的这个前后文 我们在Kernel呢 很多地方看到 不只是作业系统会看到Kernel 你在Machine Learning你会看到Kernel 然后你在影像处里呢 会看到这个Kernel Function 那甚至呢 你在这个甄蕃传里面呢 也会看到Kernel 这个这个 独性人 独性人呢 独性人呢 它的名字叫这个 然后 它里面呢 富含高量的这个氢化物 所以会致死 那不过各位不用担心 这个后宫传言传里面呢 它其实是什么 它其实是信任国 就是一般的这个信任国 而不是独性人 好 那我跟你讲这件事呢 最主要就是希望说呢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 不管是 不管是讨论啊 报告啦 或是说 在撰写专业的文件的过程中呢 我希望呢 你写正确的术语 然后避免呢 非必要的这个简称 因为这些非必要简称 往往只是增加那个 沟通的困难 例如呢 这个 我十几年前 那时候回去成大教书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很大问题 所以一直听到同学 在讲一些 精简的话 例如说 同学说 哦 我要去承发 那我就想老板天 承发是什么鬼 就是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成功大学发展基金会 叫承发 那注意到 真的有这个基金会的 成功大学发展基金会 真的有这个基金会 不过呢 学生讲的是成果发表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同学呢 讲电机系的时候 其实电机系就讲电机系啊 或者我们可以讲 一一 对不对 就是double一 就是电机系 然后有同学就要讲沉电 那我想老板天 沉电 什么鬼东西啊 沉大电机 那边是没有必要缩写吧 对不对 好 然后 同样的状况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 我们 很容易会有各式各样的缩写 好 但是呢 这个缩写呢 其实你要看它的前后文 当然在某些状况下 比方说这门课 你大可把这个作业系统这个词 好 或者对外把它叫做这个操作系统 然后你把它缩写在OS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么刻 就是围绕在作业系统 但是呢 在我们探讨Linus核心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同时会设计到电脑网络 然后 甚至什么电脑图学相关的 不要怀疑啊 Linus坑口里面呢 也有电脑图学相关的 而且数量还不少 甚至里面还会有一些这个 跟密码学有关的 好 那所以呢 这时候呢 你就是术语就写明确术语 然后 除非我们有很明确的定义的话呢 否则我建议你把这个术语写清楚 避免沟通的困难 好 然后 那其实我呢 这十几年教书呢 我就发现了 其实我是一个单口相声的演员 就是 我不知道这个 一个大学教授应该做什么事啊 但是这十几年 我其实做的是单口相声 那为什么叫单口相声呢 就是大部分时候我在管理我的讲台嘛 这是在讲座前面跟大家讲课 然后 这个 当然偶尔呢 会有同学跟我互动啦 不过这个 一般来说在台湾的课程 你也知道吗 就是 有互动的比较少啦 我有 其实我十几年前回成大教书的时候呢 我也有去其他课程旁听过 其实 绝大多数的课都还是 以授课教书为主啦 那偶尔会有一几门课呢 它是 互动比较好的 授课教师跟台下同学互动就好 不过那种课呢 通常呢 跟工程都没什么关联 我也有去参加其他工程的课啦 不过这个 感觉状况不太一样 好 然后呢 作为一个单口相声演员呢 我很感谢这个 学校给我机会 至少保证呢 我每一年都可以有教师可以用 然后保证我每一年都有这个 都有听众 就是 这我很感谢学校给我这样的机会 然后呢 我的题材呢 就是这种美式的题材 就是我会讲一些笑话 然后 当然你不用太大期待 我们的笑话是美式笑话嘛 然后我们这边的着重的东西叫 脱扣秀 就说呢 我们会大方的把程式码展现出来 好 那注意到这边讲的程式码 不见得是你在Github上呢 你在Linux核心看到程式码 也有包含各位的程式码 好 注意到 各位参与这门课呢 所撰写的程式码 所投入的这个成果 都会公诸于世 好 对 你没有听错 会公诸于世 不管你做得好跟不好 都会公诸于世 然后呢 过程中呢 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歧视 我们会歧视低效率的程式码 歧视缺乏品位的程式码 歧视无法发挥硬体 最大化效益的这个程式码 那这个 这是我们在课程中 我想要花很多时间来跟大家探讨的 当然呢 歧视人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 我们这边是脱口秀 就是不是脱口秀 是脱口秀 就是这个程式码出来 就是编 那所以除了这个讲解课程以外呢 其实我们会花一定 就是一定会花可观的程 可观的时间呢 来来来来 来检讨 检讨各位的这个程式码 当然这个 各位程式码检讨完之后呢 我们 适度呢 也会来探讨Linux核心的程式码 那最后 很多人在探讨Linux核心的时候 就把Linux核心的程式码 认为呢 这些开发者 这些资深的开发者 做什么都是对的 那我希望呢 我们不是这样的方式去切入 我们当然 一开始还是会有从这个鉴赏 从了解 这里面好在哪里 但是呢 我也会要求各位提出说 Linux核心哪里没写好 对没听说啊 Linux核心那么成功的这个砖呢 其实还是会有 做不好的地方 而且这做不好的地方 其实很多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可以切入 我们可以做出贡献 然后呢 最关键的地方是呢 你可以因为参与 参与Linux核心的开发 做出这个贡献之后呢 你可以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然后你可以在 相关的领域呢 我相信有 有更好的表现 最关键的地方是说呢 这些开放原始码成果呢 会见证 各位的成长 好 那这个 有几件事呢 一定要答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常见问题啊 就是同学都会先问这个问题吧 可不可以加签跟旁听 好 注意谈 只要你愿意加签跟旁听呢 我们 我都同意 然后呢 这个 不过你要注意到 就是说 我在成功大学 一周呢 我只有一天的收课时间 那所以有时候呢 你可能会遇到 联络不到我的状况 那在这个 我们成功大学的这个课程说明 还有稍后会提到的这个 我们这么课 专属的课程网站 你会提到这个 就是课程的 就是我的联络方式 所以请你 善用这个联络方式来联系我 如果你有些相关的议题 好 那总之就欢迎呢 各位加签 好 各位欢迎各位旁听 没有特别的限制 然后 一定有人问说 这门课的这个 难度高不高 其实呢 这很难说啦 这取决于 你现在掌握什么 如果你现在掌握的 对科农的掌握度很高的话 那这门课呢 应该你是驾轻就熟 那如果呢 你对科农的掌握度很低的话呢 也没关系 那就是 缺什么就补什么 然后 我 我认为说呢 用一句话 操跟不操来讲 来描述这门课 可能是很 不合理的事情 同样的状况拿来 描述其他课程 我相信也同样不合理 因为呢 因为每个人状况 真的是很不同 这件事呢 跟你说 你入学的时候 都是电机系 资讯系 土木系 材料系 甚至是 像我们之前会有什么经济系 政治系 历史系的学生 就这些东西 这些是你的起点 但是呢 我在意的地方是你成长幅度 那为了要从特定的起点呢 到 到我们设定的这个目标呢 你当然要付出时间 那问题呢 每个人付出的状况就不同啊 对不对 那这个 这真的很难说啊 那有些人呢 可能稍微跳一下 就说 这好累 好操 那有些人就是 全程的参与这部课呢 他就觉得 他觉得很享受 也有这种学生嘛 所以这个 单纯讲这个操跟不操 其实没什么意思啊 那 还是取决于你的高度 然后 那一定有同学问到说 这门课的评分 然后我稍早呢 在D卡上面有人 特别问说 这门课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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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的这个 分布图 那 那我现在直接跟你讲 你不需要去看什么成绩分布图 为什么呢 因为 50%的分数呢 你是自己打的 各位你没有听错啊 如果你有看到其他课程呢 如果有其他大学的课程 不然本校的 这个课程呢 如果有一门课呢 50%的分数是有学生自己打的话 请你告诉我 像那样 开那样的课的 老师 我真的很想认识啊 所以 所以如果你真的发现 有 正式的大学课程 有50%的分数是自己打的话 让学生自己打的话 一定要联络我 我要想 很想要跟这样的老师沟通 最后呢 我做这件事呢 不是为了偷懒 其实做这件事呢 也就说让50%的分数呢 让学生自己打 其实呢 这是要付出 对授课教师来讲 要付出一定的这个 会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 你大概猜得到 我要去写报告 那一定会有人 评论什么 公平 公平不公平 说真的 我不在意这种事 那当然学校 可能会有一些 疑虑啦 学校或者说一些 你懂吧 社会人士 可能会有疑虑 那但是 总之 我就是希望呢 各位 因为 这样的一个机制 你可以专注在学题上面 不用去一天到一想 什么会被 会不会被当掉 有学到东西是最重要的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就是我们有 开设两门课 一门课叫Linus核心设计 开设在 大学三年级 就是大学部的课 那另外一门课呢 叫做Linus核心实作 开设在研究所 那注意到这两门课呢 其实授课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开成两门课呢 这道理很简单 就是 因为我们这门课呢 学生应该要 投入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呢 因为我对 目前的这个课程 就对于学校的这种 这些相关规定 没有搞懂 因为我们这门课呢 应该要给各位九学分 对你没有听说 如果要反映到 同学们的投入呢 我应该要给各位九学分 但是因为我现在 还没有搞懂相关的规定呢 所以我就只能 给你三加三 也就是大学部 给你三学分的课 研究所给你三学分课 那当然有些同学 比如说我是研究生 那就不能选大学部的课 那我也没办法 那我就真的 只能跟他说 我抱歉 但是总之就是说呢 我希望你了解到就是 不管是我刚才讲 一半的学期分数 来自学人自我评量 或者说呢 我想办法 让你有得到更多的学分 其实都是希望呢 你可以有 排除疑虑 花更多的心思 就是在这种课上面 然后注意到呢 在我们这个 就是在我们的选课系统呢 里面有提到一句话 叫诚实面对自己 就是在这个课程说明 还有这个 第一周的这个课程进度呢 就有提到诚实说明 诚实面对自己 然后呢 这是指什么这些事情呢 你稍后呢 你就可以理解到 那注意到 诚实面对自己呢 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课呢 就让各位能够正视 正视这件事 那一定有同学问说呢 我的电脑是Mac啦 然后反正就讲一堆事啦 我的电脑是安装了Mac啦 安装Windows 可不可以 就是不安装Linus 然后我直接跟你讲 不可以 就是呢 你要学习Linus课程 当然要装Linus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 对不对 不然你就是和尚看春宫 对不对 所以注意到 就是 当然安装Linus 会有一定的这个 难度啦 但是我 我希望呢 你可以自己去克服啦 如果你真的克服不掉的话呢 过来找我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我们第一周开始就有作业 就是 更明确来说呢 我们第一周开始就有测验 随堂测验 我们第一周开始就有作业 我们第一周开始呢 这个作业呢 它其实就是有一定难度 比很多 课程 的期末专题 还难 也就是我们第一周 第一次的作业 其实就相当于 某些大学课程 一整个学期的 难度 你甚至呢 可以把第一周的作业呢 当做期末专题来看待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 因为呢 我们就考虑到呢 同学们可能会 在期末的时候呢 在周旋于不同的考试 期末考试跟专题之间的 那我这个 于心不能啊 所以呢 我就把我这门课 本来是期末专题的东西 把它搬到第一周 你也说那我们期末有没有专题 还是有 对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因为先让你第一周了解到这个 习惯 习惯我们这部课的步调 习惯我们这部课的难度 然后呢 我也希望呢 你斟酌自己的健康状况 对 你没听说健康状况 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你应该可以有 很大的成长 那当然就是 跟你的健康有关 然后你就要 很凉看看 那我不希望呢 我email里面收到什么 我又确诊 COVID-19第15次 然后或者什么 什么 刚分手 无心课业 注尺 就是你愿意跟我分享 这些生活琐事呢 这好事 但是呢 我希望呢 我可以跟你 专注讨论你的核心 上面 那当然 那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分数的话呢 请你来跟我讨论 就是也就是说呢 你光 除了这个50%的期末制品以外呢 你还需要 额外的要求 请你通知我 那总之 我们在第一堂课呢 就 足够的难度 然后呢 第一周的作业呢 很可能呢 是需要 你充分的投入两周的时间 也不是说你每天都要做啦 就是说 只要你每天 扣除掉 吃饭 睡觉 呃 的空档 我希望呢 你可以 尽量投入在这门课上面 因为他的难度够高 好 那注意到 这边呢 就是几项 几项事项 跟大家这个提醒 呃 我开这门课呢 是希望各位可以翻身 有没有注意 翻身 对吧 就不管呢 你原本是咸鱼 还是 什么活鱼啦 我不管你是什么 什么样的状况 我希望你来这边 就是来翻身 那为了要能够翻身呢 你当然有对你的付出 你才有办法呢 因为上了这门课 因为这门课的 获得成长 拿到这些科技公司offer啊 或是说呢 你才有底气 跟其他的公司 跟其 甚至帮他说 其他专业的人去谈判 哦 就是 呃 你有更多的筹码 哦 那 只要呢 你愿意投入 我就配合你 哦 这是我对各位同学的承诺 哦 这 这不是客套话 哦 但是我也希望你理解到 我做这个承诺 也希望你可以 充分 体会到这件事的这个 你对应的 付出 好 好 然后呢 就像刚才提到了 我们所有的 作业跟报告都公租于世 那你做得好 好不好呢 都会被社会各界看到 好 当然你一开始 也不用想太 太太太有压力了 毕竟这个 不是说我们的 的城市马公租于世 就会有人看 其实其实还是很难啊 林医荷新的城市马 有3700万 对吧 超越3700万 他们都是公租于世 你也没在看 对吧 你没想过一件事 你读资讯系 你读电机系 你知道林医荷新呢 城市马超越3700万行 那请问哪一行是你写的 对吧 所以对于公租于世 你也不用太有压力 就是 这个 但是我 但是我想这件事 一个很重要 我希望大家习惯于 公租于世 毕竟我们作为一个工程人员呢 我们就是要解决这个 这个时代 这个 当今的这些各式各样的工程挑战 这是我作为工程人员的责任 那你也会因为这些投入 因为这些付出 你应该有对应的这个报酬 这就刚才讲这个谈判 因为谈判的筹码 谈判的底气 然后所以最重要就是 我们不接受 就是说 你只想学习 但是不愿意接受各方指教 抱歉 这件事 这件事我不能 我不能认同 好 那如果你有相关的疑虑的话呢 告诉我 好 然后我们这本课呢 会上满18周 对 你没有看出 18周 虽然呢 成功大学从这个 三年前开始呢 提出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 授课的调整 就是15加3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说 学校希望 学校建议 授课教师们 把课程的调整成15周 就是真正授课的地方是15周 然后 这个原本18周的话 变成授课15周 那三周呢 就让同学去做期末专题啦 或者是说考试啦 做相关的这个调整 然后 最后呢 就是可以让同学们 可以早点去实习啦 出国啦 但是对不起 我们这本课呢 是不理会成功大学这个规定的 我们这本课呢 坚持上了18周 而且还加课 也就是说呢 我这本课呢 会一路呢 从2月20号开始上 上到7月2号才停课 7月2号是什么概念呢 因为7月3号是要佼佼成绩 也就是我们在佼佼成绩的前一天 还在上课 所以我应该写错了 应该是什么 7月2号还要上课 上完课才停课 好 那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课呢 因为Linus核心真的很难 你等一下就可以体会到 Linus核心真的很难 好 然后 我们有两门课呢 一门叫Linus核心设计 这是大学部的课 那另外一门课呢 叫Linus核心实作 开设在研究所 那这门课呢 开设在研究所的课呢 在 表定的时间呢 是星期五的傍晚 然后 但是实际的收割时间呢 是每周四 所以就这样 这是每周四的 晚间7点 到晚间10点 不见得每次都上很晚 有时候会提早下课 然后这个步调是这样 就是前半段都会做现场测验 就是说这个 我们有提到 就我们从第一周开始 就会有这个 安排 随行测验 所以我们用线上方式来做测验 那后半段呢 就是检讨 那检讨什么 检讨刚才测验 所以呢 你就要 参与讨论 那如果这个当周呢 如果有些重要议题呢 我也提出来去 去做对应的讲解 那第一周比较特别 第一周呢 我们安排在2月23日的晚间8点 所以就这样 就是说2月23日的晚间8点呢 是这个令人核心10座 这么刻正式 正式的这个 就正式的这个投入的时间 然后呢 从下一周开始呢 就是从每周四 每周四的晚间7点30分 开始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就是参与这个令人核心设计 这门大学部的课的同学呢 那你也该参与这个 每周四晚间的新浪测验 也就是说这个每周四晚间的这个 这个这个测验呢 是令人核心10座 跟令人核心设计的学员们 都要参与的 好 那这个一直到6月27日呢 是最后一次测验 所以你可以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 这么可能 这个每周呢 都有安排这个对应的测验 其实是 很可观的数量 然后我们那么 为什么那么在意测验呢 就是因为呢 呃 我们想让大家及早 知道自己哪里不懂 就像前面讲的 你什么不懂呢 就补什么 哪里有欠缺就补什么 好 然后 然后我们这些测验题的存在呢 就是让大家的诚实 面对自己 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么可能另外一个 呃特别的地方 也不算创举的 特别的地方 就研究生 研究生就是讲硕士生 或者博士生 那你需要在2月底 3月底 4月底 5月底 6月底 发送当月的学习回顾信件 就是你要 呃 写信 写信呢 写给谁 写给实验室的指导教授 注意到不是写我 是写 实验室的指导教授 那助教跟我会去追踪的 如果你没有去写信的话呢 我们去追踪 那如果呢 追踪不到的话呢 我会写信给 你的指导教授 对 你没有听说 写信给你的指导教授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是因为啊 就是我们这门课呢 会占用研究生大量时间 那作为一个 开设这样的课程 并且要求学员 投入大量时间的这个 的教师的话呢 我认为呢 我有这个责任 去揭露各位的 学生状况给实验室 前几年呢 有一个 很不好的状况 就是说呢 呃 就是因为你知道 就是我们教授们 有很多聚餐嘛 对吧 就是我们 我们大学老师 有很多这种聚餐的这个 这个机会 然后呢 就有一个某一个老师呢 就跟我聊天啊 他说这个 他就是聊天的时候 就说 哎这个 那个老师说的啊 就是那个老师说 哎 黄老师啊 这个 哇 你的课真的很硬啊 很糙啊 真的是 就是诸如此类啊 就讲一些这个 这个 呃 客套话啊 然后想说 哎呦 我那个 我那个学生呢 叫某某某啊 哦 他说他上你的课哦 都是很累哦 然后呢 所以那个什么 那个 呃 那个什么 实验室的会议呢 他都没 他都没办法充分的参加 有时候还要跟实验室请假 然后呢 我就越想越不对啊 不对 因为那个学生 根本就没什么在参与 那个测验 作业的进度也是很有限 结果他没想到 他拿这门课 去跟他的指导教授说 哦 老师 我上这门 拎了核心的课 很操很累了 没办法参加实验室的这个 报告啦 没办法参加这个 实验室活动 那结果呢 他在这门课呢 也没有充分的参与 对吧 那这样的状况呢 这是我跟 那一位学生的指导教授 都不乐见的 所以我有这个责任 去做这件事 那如果呢 你对这件事呢 不能接受的话呢 呃 抱歉 这件事没有谈判的 呃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妥协啊 这是这是我的要求啊 因为我有责任 对了 对 我有责任 去揭露这些资讯 给各位的指导教授 好 那但是这边有个例外啊 例外就说呢 如果你对你的核心 提出了贡献 那你就可以 不 那个月 当月就不用写信 给指导教授了 但是你要通知我啊 那为什么有这个设计呢 因为呢 呃 如果你对 一定是核心 做出贡献 那是所有人 都有机会看得到的 他这个公开的 就注意到啊 对一定是核心 做出贡献呢 这件事呢 必须是公开的 他一定也是公开的 那既然你都公开 做这件事的话呢 我想就没有必要 特别去写信了 对不对 认识各位 最快的方法呢 就是 对吧 就是看到 网记网路 有各位的动态 这是认识各位 最简单的方法 好 好 那所以注意到 研究生呢 请你斟酌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呢 我跟你说呢 退选吧 就是 因为最后一件事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 妥协的空间的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啊 就说 Linor核心的这个 它不只是一个 开放原始码砖的 其实它整 整个Linor核心的开发呢 其实它会围绕 一系列系统软体 也就是说呢 Linor核心呢 它并不是一套 单独立的软体 它会需要编译器 它会需要各式各样的 开发工具 它会需要各式各样的 这个 像这个软体品质的分析 甚至呢 它会需要一系列的基础建设 那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叫做 系统软体 主要系统软体呢 当然也包含作为系统 包含编译器啦 甚至你可以把资料库啦 或是这些装置需用程式啦 网页伺服器啦 注尺 你都可以把它叫 系统软体一环 它就是建构 当今我们看到 资讯社会的一个基础建设 好 那学习这个系统软体呢 我认为呢 就像打疫苗 尤其像个COVID-19 那种疫苗啦 打 一开始打的时候 就真的很不舒服啊 就是这 你可能要昏睡好几天 那听说呢 这个身体越健壮越健壮的小伙子啊 这个打了COVID-19疫苗的这个影响会越大 我记得呢 前年吧 前年有一个学生 就是他是一个捷克 捷克的学生呢 他就是交换 交换学生的 那结果呢 他跟我说呢 他 他 那个 确诊之后呢 这个身体非常之 非常之不舒服啊 就是他 他几乎大概 大概 一整个月都 都非常不舒服啊 那好 后来才 才慢慢康复了 那但是整体还是有受到影响 好 但是呢 那如果你可以建立对应的免疫力的时候呢 你面对各式各样新技术的冲击的话呢 你有底气 好 那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 就是你有GOTS 注意到GOTS 去面对资讯科技的挑战 这想法呢 这是我认为呢 我能够待遇给各位的 那个 把我过去这二十几年在产业的经验 好 同整成 让各位有这方面的免疫力 好 那另外呢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呢 就是这个 依据这个CDC 也就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好 就是CDC的公告 就是说呢 第一剂啊 跟第三剂的这个疫苗的间隔 应该是在12周 好 这个12周很有趣的 为什么有趣呢 因为这个12周时间 就相当于零的核心改版的时间 好 我们先来看 Linux核心的网址的非常好记 就叫科诺达奥克 好 不是 不用打Linux 就是科诺达奥克 好 那就可以看到Linux核心的发展 好 那你可以看到Linux核心的发展 非常之疯狂啊 好 来来看看 今天是几月几日呢 今天是 二月十八日 对吧 那你看 二月十八日呢 是今天 那二月十六 那显然是吧 显然就是前天的事情了 对吧 你看到前天的时候呢 发布了什么 Linux核心 六点七点五 也发布了Linux核心 六点六 也发布了 也发布了Linux核心 六点一点七八 也就是说Linux核心呢 它其实有好多个分支 都会持续活跃的发展 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说呢 是什么呢 每十到十二周呢 就会发布新的主要版本 那等于核心改版呢 比你打疫苗时间还快啊 有没有下到啊 好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呢 我对各位的 熟悉的这些 线上媒体呢 不管是PTT啦 Dcard啦 Facebook呢 我都有一定的投入 那这个 我也会去看靠比系列的 粉丝专业 这个 不要问我为什么 反正我就是有时间 就去看这些东西 好 那 我有一个小的 小小的兴趣吧 就是看到PTT的八卦版的时候呢 我就喜欢 我就喜欢回复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回的东西呢 有好多都会有人看 对不对 就这个PTT呢 就会 那个八卦版呢 它会有个爆 红色字一样的爆 就是 就是反正很多人看 就会有个爆 那我也不知道 我发来为什么 会有很多人看 好 那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件事呢 就表示说呢 人跟人都相 相对的 再讲一次 人跟人呢 应该要相互尊重 我对你有承诺 我希望呢 你可以来这门课成长 那我付出时间 我也希望你有付出时间 然后呢 如果呢 你要在网记网路上面呢 不管是在论坛啊 或是说 这些这些 这些不同的网站呢 发表一些言论呢 我尊重你的言论自由 但是我跟你讲说 我会看 注意到 我会看 所以呢 请你说话的时候呢 多想个两秒钟 三秒钟 我会看 就算呢 我没看到呢 也会有人跟我讲 反正就是 那我就算没有人跟我讲 谁会 谁会看呢 我写的程式 对 不要怀疑 这些地方呢 我有程式呢 会去追踪 然后呢 这 这里面刚才讲的 那几个网站呢 背后的站长 其实有好几个 都是我朋友啊 甚至还是有的 有的还是我投资人 那所以我只是想提醒你 就是说呢 既然我会看的话呢 好 那我们就发言 就发 呃 就是 更明确的发言 好 讨论技术 讨论产业发展 讨论这个 各位面临的问题 好 那关于人的 这个人生的攻击呢 就就免了 好 然后呢 也许呢 你跟我 是这么可能是初次的见面 但是呢 呃 其实你跟我呢 应该早就有一些互动了 好 怎么说呢 因为你的手机里面呢 已经有执行我用的软体 好 不管你用这个Android手机 或是iOS里面呢 里面都有一点点 好 我写的软体 好 那甚至呢 你手机背后呢 所用的就是 比方说你手机用Apple 好 Apple的手机呢 背后可能会什么 会有各式各样 苹果供应链 对不对 会供应苹果公司 相对应的机体模组啦 好 或是一些感测器模组啦 好 那背后呢 工厂所需要的这些机密机械 来跟控制系统呢 里面有经手的痕迹 好 之后上课的时候 我又会跟大家解释更多 好 总之呢 你跟我呢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好 总之呢 你跟我已经有一些什么 有一个最低限度的一个连接了 好 而且呢 你发言的话呢 我就会关注你 好 好 然后呢 呃 小野 就作家小野有本书 就是这本书是跟这个 他的女儿一起写 好 就小 作家小野跟他的女儿 好 叫叫里亚 好 那他们就和写本书叫做爸爸我要休学 好 就是说呢 就是小野的女儿 好 在 呃 中学时期 好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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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个 他遇到一些难题 好 那所以他跟他的父亲 说他想要休学 好 然后那这本书呢 里面有一句话 好 说呢 真正的教育 是能给学生足够的支撑力量 足够的表现机会 足够的细心和怀热 这是我很认同的的话 其实我也读了好几本那个关于教育书了 但是大部分都没办法满足的需求了 我有听过像这个翻转教育 翻转教育就好几本书了 不只是叶秉诚教授啦 其实还有好几个 好几个 好几个 知名的教育人员 他们有提出这种翻转教育 但是呢 我很大疑或是什么 那请问林斯科诺可不可以翻转 其实我呢 我之前也在尝试做这样的学习 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懂 就是说这些教育怎么做 然后呢 呃 请你原谅我啊 就是说 关于教育我还在学啊 就是算我已经教育教了十几年啊 但是我我认为呢 我这个教教学方法呢 一定要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好 反正我每天都在都在做调整 好 那也感谢呢 有好多同学 好 给我很大的机会去调整 好 但是我想做到事情 就像这本书 这句话提到的 好 呃 这段话提到的 就是说呢 让这个有支撑力量 好 什么支撑力量呢 就是呢 我让你可以面对面对 诚实的面对自己 好 知道自己哪里不足 好 我我告诉你哪里不足 然后呢 你在时间内把它补强 好 我告诉你产业就有怎么样需求 然后呢 你就去调整 好 产业需要什么 你就做什么 好 你不用等到说大学毕业 研究所毕业的 才去 呃 才去摸索产业要什么 不用 你此时此刻 就可以去了解产业的需求了 好 然后呢 我也给你足够的表现空间 表现机会 好 表现的不是说在课堂上 呃 呃 朗读啦 课堂上 呃 介绕自己作品 好 我想这个 这种表现机会太薄弱了 好 什么叫表现机会 就直接对令人核心做出贡献 好 当然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的 做起来很难的 你光是搞懂令人核心 要怎么做贡献 读那些文件 爬那些文呢 可能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但没关系 我就支持你 支撑你 然后呢 最后呢 呃 你才有足够的 你足够的信心 好 呃 有时候呢 我跟这些大学教授们呢 在对话的时候呢 就常常听到说呢 有时候啦 不是常常 有时候听到大学教授说 啊 说现在学生呢 这个什么 没有自信 好 因为我很 我对这句话是很反感的 为什么呢 我对这句话反感呢 学生呢 没有自信呢 是什么 他是结果 他不是原因啊 不是因为学生没自信 所以才怎样怎样 不是啊 是 没自信是什么 是结果 他的原因是很多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的教育 就是要让同学有信心 好 你想一件事啊 如果你赚的钱都比大学教授多 好 然后呢 你大学毕业前就一堆公司排队要聘用你了 你会没自信吗 当然 当然不是吧 对不对 好 你的问题就在哪里 你大学读完之后 好 有没有一堆公司排队来找你 不要说一堆了 可能连一个都没有 就是一个你看得上公司都没有 然后呢 你就继续读研究所 读了研究所 读到硕士班毕业之后呢 这件事发生了没 还是没发生了 还是没有一堆公司排队来找你 对吧 所以你就怎么办 哎呦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继续读博士班 那博士班读到快毕业的时候呢 有没有一堆人发出聘书说 请你来我某某大学任教 请你来某某企业 来当个主管 有没有 没有啊 教育的问题就在这里 本来我们大学的教育 本来就要大家有足够的信心 这个信心呢 不是放在心里的东西叫信心 是有行动的啊 对不对 你做的东西 在大学毕业前做的东西呢 就可以卖钱 你做的东西可不可以卖钱 你自己就知道 而且呢 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管道 对不对 我们有网机网络力量啊 我们有很多媒体可以去报导 可以去渲染各位所作所为 对吧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 我们学校就该给你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管道 让你可以发挥 对吧 那所以呢 你做东西呢 有没有用 你自己很清楚 对吧 一旦你知道的话呢 你怎么可能没自信 对吧 那当然最后就有欢乐 所以这欢乐不是上课很开心 对吧 我们上课其实很多时候不会开心的 诚实面对自己很痛苦的 诚实面对自己 不是说面对自己 发现说Linus Kernel你不懂 不是 发现Kernel不懂 这反而是最小事小事情 你会发现你不懂你可多了 你会发现哪里不懂 你会发现西语也不懂 你会发现作业系统不懂 你会发现数学很废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英文阅读能力有问题 对不要怀疑 就是很多同学都觉得说 我自己英文应该不错吧 我什么大学英文明修 我这个拖译考多少分 拖译多福考多少分 简定考多少分 那我怎样 你的英文阅读就是 英文阅读跟表达就是词不达意 这就是我们在课子中 会让你诚实面对自己 这就是很难受 甚至你会发现你汉语有问题 对别怀疑 很多同学就会觉得 我可能专业课目不好 放心 你专业课目以外的东西 比方汉语 对吧 你想想看你汉语什么时候开始学 你看你从幼稚园就开始学了 学到大学 你可能你的汉语 还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好没关系 我们在这本课呢 让各位诚实面对自己 然后呢 缺什么 补什么 好 然后呢 我刚提过 就是从2002年 2002年这个 回成功大学教书 好 那我在这个之前的十年 就是那个2002年的时候呢 修学 从成功大学修学 然后我在2022年呢 我为了课程需求 我开始写一本书 然后我们这本课呢 有一部分的教材呢 也会有 就是由我自己撰写的书籍 那此外的话 我也担任一些公司的这个顾问 所以如果说 你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求职需求 可以跟我讲 就是你反正说 你要去某某公司工作 好 那结果这个不知道怎么开始 或者说呢 这个发的领域表呢 石胜大海 好 跟我讲 我们来想办法 好 然后 最后这句话不是什么谦虚的话 也就是说 我不知道如何教书 绝对不是什么谦虚的话 那真的是很难教书啊 因为就是很多课 像前面讲到说 什么翻转教育啦 或是一些什么 私信发展的啦 反正我也去上一些课 那就是上 上课去听 听其他人怎么 其他老师怎么解读啦 怎么上课 那我觉得 我胜利目标 好像没那么容易达成 然后呢 所以我这十几年就在摸索 那你看 其实我们这本课 一开始我们这本课呢 人数很少的 其实我们 大概一小间这个教室 这个是我们系上的这个系图书馆 我很喜欢这间教室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 二十几年前呢 当我还是成功大学新生的时候呢 只有教授 的研究室 还有图书馆 才有什么 才有冷气 对你没有听错啊 在以前的考试呢 考试当下是没有冷气的 上课的教室也没有冷气 你很难想象对不对 甚至学生宿舍也没有冷气 那当然 那是因为那个年代 没那么热 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太热了 就是天气真的很热 好 那总之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呢 因为大部分的教室是没有冷气的 宿舍也没冷气 好 所以呢 这个怕热了我呢 到了台南读书 就真的很怕热 所以我就用了这间教室 叫系图书馆 我很喜欢这间教室 那后来呢 我们成功大学的总图书馆盖好了 这个大约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 我们总图书馆盖好 那个别系所的那个图书馆的长书 就把它搬运到这个总图书馆 所以你看到画面中 这个是我们曾经的系图书馆 它上面书柜的书都已经搬到总图书馆 那目前呢 这间我原本我们系上的这个系图书馆 就变成一般的这个教室 但是我依旧很喜欢这间教室 那所以你看我之前怎么上课 我之前上课方法就是 把学生关在这间教室 然后会买该买的一些点心啊 饮料都买好 那这张图的 这两张图要怎么看呢 有没有看到外面是黑黑的 这不显然就是晚上 然后呢 右边是天亮 然后你会发现 这些人好像都同一票人 对不要怀疑 我们之前怎么上课呢 就是把学生关起来 然后就是从下午 就是我们先大家白天先睡 就是早上先睡饱 我觉得同学早上一定要睡饱 睡饱之后呢 这个在台南吃了美食之后呢 从下午开始我们就开始上课 那上课干嘛 上课就是叫同学去改城市码啦 叫同学读文件啦 然后一路做到早上 当然你中间可以去休息一下 但是不管这样 你可不可以看到 其实有一票人都在 然后就检讨进度 那今天做不完怎么办 明天继续做 那明天做不完怎么办 后天继续做 就一直这样做 所以那时候就跟同学发展 这个相关的软体硬体 那不过呢 你不用太期待 抱歉 因为这个家庭因素 前几年呢 我结婚之后呢 当然就有女儿了 这是因为 婚姻一起发生的事情 那也因为这个结婚这件事 结婚生子这件事呢 导致呢 我没办法投入这么多时间 在同学们身上 所以我们这本课呢 很抱歉 就是说我只有上课时间 才能够陪伴各位 但不用太担心 因为呢 我相关的课程录影 我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我录的不是 只是当周的课程而已 其实包含好多主题的 所以就是说 我有相关的这个 线上教材 然后我有编撰相关的书籍 然后我们在这本课呢 里面呢 也有一些很多互动的方法 那甚至我们在这个 Facebook也有讨论区 请单用 单用这个机制 那总之就是说 你愿意投入 我就承诺你 就承诺你 有对应的这个 就赔你付出 然后呢 这个画面中 这一个学生呢 他很特别 他是詹博成同学 他是我们现在 成功大学的 这个博士班学生 然后 我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老实说呢 我2022年来到成功大学的时候 说真的 我那时候 大概是玩票性质 其实我也没有想过 要当个大学教师 担任大学教师 从来就不是我 人生的目标 我必须诚实说 我现在也不是 我人生的目标 那就因缘机会 那这个因缘机会 有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因为这位同学 那张博成同学呢 你可以去查 就是 右下角也可以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一些相关的报道 那他呢 特别 他是多重障碍 这边多重障碍的话 就是 他的肢体萎缩 跟刚过世的 陈俊翰律师呢 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全身 肌肉是萎缩的 所以他行动呢 是有他的困难的 而且呢 他 势力 就是现在他已经全盲 他已经全盲了 对你们听说 他是全盲的 他是我们成功大学 创开 这个学校创立80年来 第一位全盲生 然后 而且他不是眼睛看不到 行动不便 不只是这样 他耳朵呢 其实也很有限 就是耳朵听力也很有限 退化的严重 然后 但是呢 他完全不放弃任何写程式 开发软体的机会 他的说法很简单 因为有很多盲人用的软体呢 是明眼人赚写的 所以这些明眼人 就是讲你跟我啦 眼睛看得到的 叫明眼人 明眼人赚写软体呢 其实没办法充分反映到 这个盲人的需求 没办法充分反映到盲人的需求 所以他作为一个盲人 他决定呢 就是自己来赚写程式 那这个很有决心的 但是说真的做起来很难 各位好手好脚眼睛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教各位的 个别说这个肢体 肢体有障碍 肢体萎缩 然后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清楚的 好 那但是呢 他做到了 就是他真的 就是在他自身的专业 就是他即将从博士班毕业 而且在这个相关的开放原始码 也做出一系列贡献 那 他让我 体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这些先天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然后 然后我对赞博士同学有一个不是期许 不要猜错 是那个责任 这个责任是这样 因为赞博士同学就问我 问说 黄老师 你在成大会教书教多久 就是 这件事他十年前的问我 他问我说 他在成大教书教多久 他问我说 我在成大教书教多久 然后因为他 因为他行动不便 所以如果说他要来听我的课 来跟我讨论 必须要跟我约时间 因为他行动很不方便 那你可能也知道我在一些科技公司担任顾问 然后我自己 我有别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可能也跑来跑去 所以他如果要跟我学习 要特别跟我约时间 那我跟他 我教他的话就要像画面中左边那样子 你就坐在他旁边 因为他耳朵听不清楚 你说 那为什么不用助听器 你自己去问问看 用助听器是什么感觉 助听器有很多 很多声音其实听得很模糊 那我们讨论技术的东西 都是讲得很明确的 对吧 我们讲的 讲技术词都是讲特定的 关键字 特定的术语 或者程式码 所以我不能 就是用助听器 其实会有些东西听不清楚 然后总之就是 我必须跟他约时间 然后才有办法让他学习 所以他十几年前就问我说 我说 我自己 在成功大学会教书教多久 然后 那这句话呢 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 我当下我就 哎呀 我就觉得很愧疚 所以我就直接跟詹仆成同学说 你愿意在成大待多久 我就陪你到多久 终于他要毕业了 这个责任 可以比较稍微轻松一点 但是我这学期课还是上了 不过这过程也让你知道 所以可能我之后有些变化 但是这学期课 我跟你保证 我一定会想办法上完 好 休息一下 继续 继续 记住啊 林斯科罗的发展是 太惊人了 惊人的快 惊人的全面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尤其呢 针对成功大学的学生 请你认真想 也许呢 你会认为呢 自己读的学校不是什么顶尖的学校 但是呢 请你认识到 纳税人 你可以去查看 纳税人花在教育的比重呢 就是我们纳税人缴的税金 注意到 我们纳税的 假如税金呢 有多少比重呢 是在教育文化 你自己去查 前几年呢 台湾的预算里面呢 中华民国政府的预算里面呢 花在教育文化的比重呢 比国防还高 你没有听错啊 花在国防的比重呢 其实还偏低 就略低 好 然后当然高等教育呢 在这里面呢 当然占有一定的比重啊 各位读的成功大学 或是类似的国立大学啊 其实 其实就是 占有很大的比重啊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纳税人为什么要把辛苦钱交给各位 也不是各位啊 交给大学 各位所在的大学 不就是对各位有期许吗 对不对 不就是希望各位 有能力勇气面对资金科技产业吗 对不对 所以我想啊 我的责任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 作为一个纳税人 我呢 就想知道 各位好手好脚 发生什么事 另一个核心 3700万行 超过 结果里面到底有几行是你写的 如果我们交出来 学生没办法对这个产业的 做出直觉的贡献 那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学校 这样的一个机构 是不是值得纳税人持续投入资源 我想这个 就是要做的啊 好 我们在意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意的东西呢 就是 让各位把这个 先让各位的素养可以提升 什么叫素养 就是你要能够去阅读文件 注意到这边很多人学习的东西呢 其实很破碎 你想这个 就是花很多 可能同学花很多时间在Google搜寻 然后但是呢 但是也许你从来没有认真的读过手册 那我们这个课呢 就会去阅读各式各样的开发手册 书籍跟论文 好 不要怀疑你会看到论文 但是呢 绝对不是说各位在实验室 某些实验室报论文的方法 有些实验室呢 就是要求学生做一些懒人包 对不对 就说某某论文呢 做了什么事 然后呢 就做一个漂漂亮亮的PowerPoint 对不对 然后干嘛 然后来说明 对不对 注意到那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本课呢 是怎样 你要读论文 但读论文呢 要把论文做的东西 词做出来 或者去质疑说 原本论文到底哪里没做好 对不对 就是我们不是去欣赏而已 要指出人哪里没做好 我们工程就要能够持续改进 然后呢 我们要能够自己有办法去建固核心 修改相关的程式 然后参与讨论 然后呢 我们这边的一个策略是这样 就是在我们这一门课里面 当然不可能去参 把这个3700万行去看完 不要说3700万好了 连3000行你都不见得会懂 你很快就可以体会到 什么叫3000行 你就没有要懂 更别说3700万行 然后呢 我们的做的事情呢 是提升各位的认知 这边认知 包含西元程式设计 你的耐心 习惯 然后里面会讲一些concurrent的议题 所谓的并行程式设计的议题 然后核心 当然这主题我们会去探讨 第一周我们就来探讨 然后里面还有 包含说什么档案系统界面 还有一些 使用各式各样的开发工具 来理解这个复杂系统 很多人对系统呢 是用猜测的方式 那我想这个是 尤其在系统玩意 也是要不得的 然后呢 也考虑到各位的就业 在我们的就业的机会里面呢 就会有 比方说 撰写linux的driver virus driver 或是一些多媒体的 我们讲多媒体 不是讲那些播放器那些东西 是说 你会有一些跟audio video 或者encoder 这些相关的这些议题 那这东西呢 在分类上它叫做V4L2 叫Video4Linux 目前用的话是第二版 第二版存了很久 就是V4L2 然后呢 在令人核心呢 有内建一个虚拟化的机制 这叫做KBM 那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范围之一 那我们关注什么事情呢 你要知道就是说呢 令人核心呢 发展到现在三四千万行 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虽然令人核心呢 它不是一路这样累积上来的 就它的发展是累积的没错 但是它程式码不是 永远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令人核心呢 它除了会增加程式码之后呢 每个一段时间 就会把旧的 没有维护的程式码删除掉 而且一删除 可能就是 也是几十万行就不见了 就是它就一直 会有新的机制加入 然后会把一些 旧的程式码淘汰 所以 其实令人核心呢 它之所以这么大的发展呢 其实就反映到 资讯科技的发展 那我们也希望过程中呢 让各位了解到 这些大规模用 就令人核心呢 是人类有史以来 最成功的Open Source专案 那这背后呢 一定反映各式各样的需求 这个需求 就是资料中心啦 或者说 就是像什么 工业自动化啦 伺服器啦 或者说 嵌入式系统啦 或者是像 Android手机这种 这种 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那这背后呢 就有各式这种高效能 这个系统的设计 这我们就从这些小的开始 我们不会一开始 就去看这些程式吧 我们会去看小东西开始 你可以从第一周的 这个课程的这个教材 就可以理解到 就体会到 我们从小处作手 哪怕是一行两行呢 我们都可以 可以跟你死磕到底 然后过程中呢 我们会回顾这个电脑科学的软体 硬体啦 还有些数学 对 我特别强调数学 我观察到很多同学 学了数学之后呢 没有拿来发挥 很多同学的学了数学呢 的用途呢 只是拿来考试 那考完试之后呢 拿到公司的offer之后呢 就去当个社畜了 这也不是坏事啦 但是呢 你的数学应该是能够拿来用的 那我希望你在这么课呢 就真的有拿数学 而且呢 我们就来解决 真实世界问题 让你在毕业之前 就了解真实世界的挑战 那你的自信怎么来的 你在毕业之前 就去解决 人家Google Microsoft Intel 注射这些公司的 真实问题 你会没自信吗 对不对 你能够解决这些公司的问题 对不对 这些公司 就有机会排队来找你 对吧 对吧 你八月毕业之前 就可以做这么多的 那拼用你 做全职 就可以做更多了 好 那所以呢 这是我相信的教育的使命 让 毕业生呢 能够被这个社会需要 创作出 真的需求 这一个小故事 就我上课的时候 会讲一些小故事 然后这个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我还是一个 大学生的时候 高中生的时候 我1997年 那时候我是高中生 我接触到Linux的时候 那我就 因为 接触到Linux 然后两年后的 我就对Linux核心 做出一些贡献 这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 本该如此的事情 然后呢 也因为对Linux核心 做了贡献 没想到怎样 我就拿到 科技公司的 offer 注意到 你知道那时候 什么概念 那时候我才刚读大学 也就是说呢 我大学刚开始展开的时候 我因为Linux 拿到offer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那时候 大学没有读完 我没有那么 我没有那么 惶恐 因为我在大学毕业前 我就拿到offer 为什么拿到offer呢 很简单嘛 因为我在大学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解决科技公司 要解决问题 这些科技公司 就叫我赶快去上班 然后 当然我一开始 要先排斥一下 就说 我还是读书 还是什么 再教学生 我没有付出太多时间 后来干脆就直接 去工作了 好 那总之就说呢 我希望你了解到 就是 这就是教育 在做的事情 教育让大家有机会 因为 有机会去培养专业 然后呢 发挥各位的专业 对吧 然后呢 建制各位的专业 让各位有这样 有筹码 有底气 对吧 去面对这些公司 然后呢 被这个社会需要 然后呢 你过得好之后呢 才能够这样 才能够创造出新的需求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 透过LINN核心 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然后这个 这边呢 我们先卖个观子 然后你刚刚说的 这部短片呢 超棒的 就强烈建议 你要去看它 这部短片呢 它的标题叫什么呢 它的标题叫做 就是它是一个 探讨这个 电脑科学 这个 它就是一个 科普的影片 那这科普的影片呢 它就是 让各位了解到 这个 要解决各自然问题 对不对 就是说 有什么 有这个 电脑网路的运作啦 然后 当然我们现在的 处理器技术也是 很不一样的 你现在 手机用的处理器呢 已经超越 好几年前的 超级电脑的能耐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 有很多议题啦 像这个前面讲的 Alan Tuning 我们电脑科学的 一个主师爷 那当年他就提出一个 Tuning Machine 一个抽象概念的东西 然后后来呢 这个 由这样抽象概念 开始 然后呢 就有 就是什么 NP问题 NP Complete的议题 对吧 然后呢 像这个什么 排序演算法啦 然后呢 还有这个 Chanon 对不对 就是Chanon 在这个 当年他 在 读硕士班的时候呢 他的硕士论文 就是提出 二进位 二进位的系统呢 那这个二进位系统 如何对应到 这个电子电路 就是怎么用电子电路 数位逻辑 实作出 二进位 就是他的硕士论文 那后来他进入 贝尔实验室工作之后呢 就进一步的 把他这个 资讯理论扩充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什么资料压缩演算法啦 或是一些 一些这个check song 就是说一些这个 冗余处理啦 或是说 就是这个错误修正嘛 这些机制 其实是来自 那个informative theory 那后来呢 也可以看到说 现代的密码学 密码学都不是只是 把一段文字搞得 搞得 变成别人不懂的样子 不是 现在密码学 有一系列 很复杂的一个技术 那当然这些东西 背后都是什么 可爱的数学 可爱的数学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些东西呢 就构成我们今天了 然后那当然呢 像要做一些排程 scheduling 多核处理器 电脑的架构 然后除此类 那这个这部10分钟的影片呢 强烈建议大家去看完 那你们看这边 machine learning 好 那注意到一件很酷的事情呢 就是呢 这部影片呢 它里面讲的东西很多 对不对 这边讲的东西呢 在令人核心都有 例如说呢 在令人核心里面呢 还内建 内建什么 编译器 对 你们有听说 它内建编译器的 就是 编译核心需要编译器 没错 但是它里面呢 也有一套编译器 它里面有一个虚拟机器 甚至呢 令人核心里面呢 还提出自己的一个 特别的一个 程式语言的模型 都会有 那令人核心里面呢 它有 大概三万行的程式码 是跟密码学有关的 对不对 听说啊 令人核心光是 跟密码学相关的程式码 就有三万行 然后里面呢 根本也讲说 很复杂的一些 什么电脑图学 电脑网络都有 那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 令人核心的一个 基础建设 所以为什么 令人核心那么难 因为它学的 它涵盖范畴 就是整个天脑科学的缩影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希望你不要把 这门课当作一门课 你要把这门课当作三门课 就涵盖很多不同的层面 然后 而且它是一个起点 好 那这个呢 这边有个网站 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 这个网站呢 就是标题叫 Linx Kernel Map 那这边可以看到说 用个比较简化的方式 来跟大家探讨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算简化 还是很复杂 有电脑网路啦 电脑的这个 Storage储存 储存设备啦 机体的处理啊 还有做一些运算的机制啦 系统本身 甚至还有跟人机 就跟人类互动的部分 然后这个网站有趣 它就是可以 它可以互动 你可以跟它互动 你可以把它放大缩小 还可以看到这个 你可以自己脱一你的滑鼠 然后可以看到 看到不同的面向 但是你也不要被这个东西限制的 它就是一个简化再简化的东西 那我跟你讲的 只是跟你提醒的 就是临着可能会涵盖很多面向 我们这本课当然不可能涵盖每一个部分 那我们只会挑出几个 我认为关键的 特别是对应到各位的职场 各位职场需求 我也特别去做这样的对应 好 然后这本课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诚实面对自己 这个就像韩国瑜先生说的 韩国瑜先生有说吗 我不想 反正就是说这个 他就是说发大财 那我想这个发大财之前 请大家搞清楚 我们用知识武装自己 我希望各位在毕业之前 就要有认识到这一次 不要到毕业之后呢 才去找工作 毕业前 你要搞清楚说你做的事情 我假设呢 95%的学生呢 我会去当大学教授 如果呢 那你很不信你要当大学教授的话呢 那我就不跟你讨论 我先假设你是那95%的人 也就是你不想当大学教授 然后呢 那你既然很确定 不要当大学教授了 那你就该此时此刻 就该搞清楚什么 那些你在意的公司的需求 对吧 这样那个有些杂志会讲嘛 什么那个成大 什么企业界最爱的人才 那又怎样 成大如果是企业界最爱的人才 可是呢 那些爱你的企业你喜欢吗 对不对 那些 我不好意思讲 就有些企业就喜欢成大学生 但你看不上吧 你看的是哪里 你看的是Meta Google 对不对 Intel你可能都要摸摸下巴 考虑考虑 对不对 然后所以就说 爱你的企业你不见得爱啊 对不对 那你爱的企业人家不爱你 对吧 你说哎呦我好爱Google Google又有个工作机会 Google说 哎呦 你好棒哦 对不对 好 我们用你的个人资料赚了好多钱 好棒棒哦 对不对 那你就继续成我们的使用者吧 那如果你要加入Google的话呢 你可以关注我们Google的某某某某技术 可是 对不对 他就是没有正面回答说 我要怎么进入Google 然后呢 现在呢 你有个机会 你很清楚知道 不管是Google也好 Meta也好 Intel也好 Microsoft也好 这些公司背后都有迫切的Linux的需求 而且这些需求都是公租 都是公开的 大部分的需求都是公开的 就是他们要怎么去改进Linux核心啊 甚至他们有一系列这种公开的讨论 公开的一些成果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些公开的讨论 公开成果之上 建构你的专业 展现你的专业 那当然在这之前要什么 诚实面对自己 唯有诚实面对自己 才有机会去什么 武用 知识 武装自己 然后呢 注意到就是说 在我们这段课呢 我们也很强调呢 各位呢 不只是在看Linux 其实更多的时候呢 是看这种去了解了解你对于自身的掌握 然后那我也希望大家了解到 现在资讯科技的挑战呢 是非常大的 例如你看到 在1970年代的当时的波音747的软体程式码的规模呢 40万行 这还是很庞大的东西 但是呢 到了2001年的时候 这个程式码呢 已经到了650万行了 然后注意到呢 这是行数呢 是16倍 那开发难度显然 它不可能是16倍 一定是更大的 更大的这个倍数嘛 对吧 因为650万行 只要有一行出错 你可能就粉身碎骨了 你可能就 没有明天了 对吧 这是假设啦 然后就是说 这就是现在的很大大挑战 然后你跟我的性命呢 其实就是 仅仅细注在 仅仅联系在 这一系列复杂软理系统 然后这边呢 我就整理一个 素材 这个素材呢 就是我把历届的这个 就是历年的那个软体确实导致危害 那这里面很多 有的 有好几项危害呢 它就会致死 比方说克莱斯特汽车 然后他的这个 之前他的软体呢 有产生一些错误 那这些错误呢 会导致什么 导致 已经有人死亡 然后也有人受伤 那为了这件事呢 克莱斯特只好 造毁 一百多万台车 然后 那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案例 那在我们台湾的案例呢 是会像是那个 台湾证教所 翻了熔断 然后就是2017年 那时候我们台湾的鼓王 大力光 当然我们现在台湾有好几个鼓王 就是这个台积电也算鼓王 对不对 然后就是大力光电呢 那时候呢 2017年大概也猜得出来 这跟什么关 就跟Apple有关嘛 就Apple的这个iPhone 又做了什么事 然后那个大力光呢 他作为Apple的供应商呢 就很多话题 前几年很多话题 那其中呢 在2017年1月9日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个股价呢 就什么 涉及到一个熔断 什么叫熔断呢 熔断的权名叫做 盘中 就是开盘 那个股市开盘 那个瞬间价格稳定措施 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档股票 他瞬间暴涨 暴跌 如果这个涨幅太大 太平凡的话呢 这个证券交易所呢 就会暂停 暂停这个交易 把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交易 就暂停下来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后来一开始发现什么 是不是有这个外资 在操控价格 因为注意到 这个外资操控价格 是很可怕的事情 像1999年 抱歉 1997年 亚洲金融海啸 的时候呢 就有外资在操控 像那时候呢 这个索罗斯 对不对 就是那个索罗斯 就是那个你知道 那不是动词的吗 不是索罗斯 是真的有个人家索罗斯 然后就说呢 这个索罗斯呢 当年呢 在亚洲金融海啸 赚了一票钱 他就基本上 他就把那个 那个泰国 央行搞垮了 有信心可以去查 泰国央行 跟那个索罗斯 然后他就是外资操控价格 所以在那之后呢 其实这个 世界各地的这个 政权交易所呢 对于这种外资操控都很敏感 但是这件事呢 显然他不是外资操控 显然就是软体写错了 这个软体呢 就导致什么 导致Overall 所以这件事是很荒谬的事情 你要想 一堆博士 使用到什么 就是一堆博士 一堆专家学者 开发出来系统 竟然他犯了一系列错误 这些问题呢 其实你真正看了 这个东西不难懂 其实只要大学一年级程度的学生 应该都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种系统存在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 这个垄断 这个问题可能还会 再持续 持续个几年 对吧 好 那 在一定的核心里面呢 也有一系列类似的问题 那我想都是 都是 都是对于这个 系统掌握的不足的原因 好 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些有趣问题 这边先回答 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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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盼你跑掉 先回答一些那个 同学们的提问 好 有同学问到这个 受课的方式 我来看看 受课方式 好 受课的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两门课 一个门叫 Linor核心设计 这是大学部的 另一门课叫 Linor核心实作 然后 Linor核心实作 是以线上为主 但是学期末的时候 会有个实体的 期末发表 这个期末发表 会公注于世 就是会公开的 好 然后 这个Linor核心实作 这门课是线上 线上进行的 我们一开始问YouTube 那之后我们会搭配像Google Meet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线上会议的方式进行 那就是线上的 好 那 这是Linor核心实作这门课 然后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这个 Linor核心设计 这门课就是实体课程 最大这是实体课 就 地点都写出来 这是写来实体 那最大实体课呢 那我们是不会录影的 因为 我们有一个权限 因为上课的时候 我会跟同学做一些互动 互动 什么叫互动 互动就是 我会问同学问题 那你要跟我 讨论 或是我会把你的程式码抓出来 它可以在编 好吧 开始在编册同学成长 那这些东西呢 显然我没有获得每一位同学的认可 所以我不可以把那个 编册同学的画面 编册同学的画面 把它录下来 这不对吧 而且万一同学哭出来怎么办 这个我忍 我没办法这样做 所以注意到 零人核心设计这门课呢 是没有录影的 那有录影的是零人核心实作 那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这两门课程呢 所用的教材有很多 大概有一半以上 应该六成吧 我还没认真算了 大概六成 六成应该有 六成的教材是有公开录影的 就是有像今天一样这个录影 那所以你就可以搭配这些教材看 然后 现在回答你 有同学问教作业 当然了 教作业才是主题 社会人士当然可以教作业 当然可以 然后 这应该回答了 装Linux 就是说呢 如果你初期安装Linux 遇到困难的话 你可以用虚拟机器 就是大概前两周吧 但你从第三周 以后呢 你应该把Linux 装在自己电脑上 你要想嘛 就是你要怎么让自己Linux变强 就每天都Linux 就会变强了嘛 对不对 基本的事情 对不对 不要呢 再做这个什么呢 不要再做隔靴烧痒 和尚看春宫的事情 你想想看 你之所以对很多东西 掌握度低 其实也不是各位笨 对不对 绝对不是各位笨 你都可以考虚招 那怎么可能笨 对不对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不当回事 对不对 你真的把它当回事 你每天都Linux 你怎么可能会弱 对不对 好 就用它吧 你想为什么 有时候会激动 想到各位好手好脚 就没有做出什么东西出来 对不对 我们那是痛啊 对不对 如果各位 本来就不打算 做什么东西出来 那为什么要从纳税人身上拿钱呢 对不对 好 帮纳税人感到痛心啊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第一堂课呢 我们就来探讨 第一周的课程 我们就来探讨什么 Linked List 很多人觉得Linked List很单纯啊 对不对 不是一个节点 接到一个节点 才不是 对不对 韩国瑜学生吧 跟讲 绝对不是这样 这个Linked List 难在哪里呢 难的地方就在于说 光是呢 去实作单执行序 就是单工的 单工的Linked List 都有很大很大的空间 我们第一周的作业 就跟Linked List 有很大的观念 好 这是单工的 然后呢 单工东西做完之后呢 就要开始做多工的 然后就要做并行版本 然后你看到 画面中这个 右边的图 你发现什么事 红色呢 就是什么 红色呢 就是 红色跟绿色 都是各自的实作 那右 抱歉 那个叫什么 横轴 横轴呢 就是执行序的数量 也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呢 红色 这个实作 这个实作呢 随着执行序的数量增长 它是没有办法的吧 提升它的throughput 什么叫throughput throughput定义就是 单位时间内 能够做的事情 也就是给你更多的硬体资源 跟更多的执行单元 你没办法做更多事 这是单工 对吧 然后呢 绿色的条件呢 显然是吧 给你更多的资源 可以做更多事 那我们把这件事呢 就是把它叫scape it 给你投入更多资本 你可以做更多事 那把它 换成白换文 就是说 你老爸每个月给你5000块 你可以考上承大电机 那你老爸就问说 儿子 我一个月给你5000块 可以考上承大电机 那 我一个月给你25000 你可不可以考上台大医科 对不对 如果你做到这件事 就scape it 投入更多资源 可以做更多事 对不对 但是往往你不是 对不对 台大医科也没什么好值得 羡慕的吧 对不对 你不想当科匹的学弟嘛 对不对 学弟学妹觉得很丢脸 对不对 所以你来这边赌公信 这不丢脸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你有没有满几分 对不对 问自己啊 对不对 你可以说台大医科不好 对不对 但也问自己 有没有满几分 满心之问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随着资本的投入 设备的投入 能够做更多的事 这就是scape it 然后注意到 Linux 在这20年内 非常重视这件事 也就是说Linux呢 作为一个资讯科技的缩影呢 就很在意 很在意的议题啊 能不能跟着这些Meta啦 跟着Google啦 跟着这些 一流的企业 像那个抖音 对不对 抖音背后的公司叫什么 叫Bidance Bidance呢 也是Linux核心的 这个重要的贡献者 这几年呢 Bidance 是投入了数千笔 数千个commit 也是很可观的一个贡献者 那其实他们要解决一个很关键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抖音 或是TikTok 主要抖音跟TikTok 其实不同东西啊 抖音是 在中国境内中叫抖音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呢 叫做TikTok 那不管是叫抖音也好 TikTok也好 背后的这个 资讯的这个 资料的增长量非常惊人 所以他们对于Skability 有很大大的一个 就是公司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这个也是在 这20年内 Linux核心的一个关键议题 然后你看哦 如何改写Linux的 如何改写Linked List 让他可以有更好Skability 注意到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难 即便呢 已经在产业工作很多年的人 你拿这个问题去问他 就是不信的话 你自己问 你的亲戚朋友 如果他已经在产业工作 你拿这个问题去问他 说如何改善Linked List Skability 可以讲一票了 就死给你看 注意到 我今天强调这件事 不是说这个 不是说我们有多了不起 不是啊 请你不要误会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 今天 资讯科技产业的迫切需求 我们就是解决它 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你在毕业之前 就搞清楚 真识世界有什么需求 那我们今天 此时此刻就来解决 哎 对 有同学问到这个 哎 这个 问了什么 这个加签油啊 我刚刚不是跟讲啊 就是只要你要求加签 我就一律同意 你要就是就是 就是来 来来来快来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一个小东西 这小东西干嘛 就做这个 做那个Summation 对吧 就是这个 1加2加3 一直加到什么 加到特点数值 这个呢 就是想到高师小时候 数学家高师小时候 小时候呢 这个高师上课的时候呢 他的老师就出一个问题 就说叫大家 从1加2加3 加到100 然后呢 这个 那个老师就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给大家做练习 那就看到小朋友 1加2加3 一直加 应该可以加一阵子 结果没想到高师 立刻回答 老师我知道答案是5050 老师说 你给我 你骗我 你怎么可能算那么快 高师说什么 高师说 我发现1加100 等于101 2加99 等于101 3加98 等于101 所以他去找说 有多少这样的一个配 这样的一个配对 然后呢 所以他就 他就找出的规律了 对不对 就有所谓的梯形公式 那可是呢 注意到解释 今天这个梯形公式呢 这个东西呢 是比方说 1加2加3加4 如果他是整数 整数形态 抱歉 如果他是浮点数形态呢 他应该会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这边的实验 这边实验非常有趣 你看我们来做实验 这个实验呢 跟用梯形公式算出来的 答案不一样 对不对 梯形公式算出来是 5000 但是呢 你实际执行的话呢 执行这一段程式码的话呢 你得到结果是这个 对不对 你得到一个略小的值 为什么会有一个略小的值呢 注意到这背后的学问呢 很大很大 背后呢 就是涉及到浮点数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i2加1754 你说这东西乍看 跟Linus Kernel无关 不要 呃 错 他不是无关 他是高度相关 Linus核心里面呢 有一大堆浮点数的问题 好 不相信了呗 你不相信我找给你看啊 我就知道你不相信 所以呢 我就找给你看啊 好 比方说呢 这边是Linus Kernel的程式码 目前呢 目前我追到的版本是 6.8 6.8.0 RC4 这时候表示 Linus核心6.8 要释出了 也就是我们上课 上了一半的时候 有发生事情的啊 好 那升级的事要发生的啊 就是说这个浮点数的英文叫什么 叫Floatting Point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呢 这个 你可以看到说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其实有好几个东西 都嘛 跟浮点数有关 就这一套 这个Floatting Point 然后你看啊 就是 哎 怎么样 你看Floatting Point 然后这边有Floatting Point 然后呢 反正你在Linus核心呢 可以找一堆程式码 是跟浮点数有关的 为什么Linus Kernel的发展 跟浮点数有关的啊 因为呢 在我们做运算的时候呢 其实免不了要有浮点数 例如呢 有一个东西呢 叫什么呢 叫Uptime 有个命令叫Uptime Uptime呢 跟你讲说呢 这个系统呢 已经执行多少时间了 然后呢 在Uptime里面呢 他虽然会跟你讲说呢 这个系统啊 比方说在我这台电脑里面呢 他跟你讲说呢 在已经开的 连续开机了237天了 然后这右边有个很神奇的东西 叫什么 叫Load Average 就是它的负载 负载的 负载的这个 平均负载 然后呢 我们先不讲它的定义 但是显然它是有一个什么 它是有浮点数的 那在Linus核心呢 就要有办法去做浮点数运算 然后呢 在Linus核心里面呢 做浮点数运算呢 跟你平常写程式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Linus核心呢 浮点数运算 不能用到FPU 或者不方便FPU 什么叫FPU 就是浮点数处理单元 它是一套硬体 那在Linus核心来讲的话呢 是没办法直接用 或者用的话呢 会有一些限制 总之就是说 在Linus核心里面 当然有这些浮点数运算的需求 但是呢 又不能直接使用到FPU 也就说呢 你要能够使用到一些方式去模拟 或是用一些方式去避免 非必要的浮点数运算 那过程中呢 你就要了解到什么 浮点数的那个行为 像刚才那程式码的话呢 那尤其在台湾的业界呢 如果遇到这段程式码 你跑去问你的前辈 那前辈就说 哎哟我就跟你讲 不要用浮点数吗 对不对 就说叫你说 计算就不要用浮点数 或是什么 或是说 哎哟 FLOAD出错怎么办 那换Double会不会有问题 你知道就在我们台湾很多的时候 就是不想解决问题 对吧 就说哎哟 FLOAD出错 就换Double 然后呢 如果Double呢 执行一个Test Case 执行一套测试项目 然后好了 我就说吗 然后就这样 我就不管你了 但是呢 这就是台湾资讯科技产业 为什么没有往前走 你要想看二十几年前 有个词 你可能有听过 叫什么 叫科技新贵 二十几年前呢 台湾的这个资讯产业呢 在世界上有很显著的这个地位 跟今天的状况不太一样 就是 那二十几年前是那个 产业崛起的时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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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很大多样性 那现在这个分工就比较明确了 二十几年前分工没那么明确的时候呢 很多地方都看到台湾的人身影 然后呢 但是呢 很不希望是二十几年前的 有一票的人 所谓的科技新贵 他是退休了 这退休也不是坏事 但退休之后 通常都拿去炒股票 买地皮 来欺负年轻人 但是他们的科 他们的专业通常没有什么累积 然后就算有累积的话呢 也是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 Float会算错的话 怎么办 就把它变double 注意到这件事呢 并不是单纯把Float变double 就可以解决了 你要想一件事 今天Float跟double 它的储存空间是不一样大的 对吧 以这个 依据 RIEEEE754的浮点数标准来讲的话 Float 它至少要四个byte double呢 至少要八个byte 你想一件事 如果资料库 原本呢 就Float去储存的话 那你把它改成double 就意味着什么 资料的栏位 宽度就不一样了 就有相容性问题了 那同样 在网级网络的portacle里面 电脑网络的portacle 通讯协定里面呢 四个byte跟八个byte 它当然就不同的东西 对吧 它当然会有什么 对应的规范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为了要让刚才那个浮点数的加法 结果正确 你就贸然的把Float改成double 那这样的话就改变什么 在二进位展现的方式 对吧 这个不是我们乐见的 所以就这样 这不是我们乐见的 而就破坏相容性 所以呢 我们在想的问题是说 能不能又做到相容性 又做到结果正确 是可以的 这个 可恨教授呢 他是i-21754的起草人 就是这套标准的起草人 就算电脑的发展呢 其实出现一阵子了 对不对 就是电脑发展 就是从那个1940年代 就有那个电脑了 但是呢 i-21754什么时候才提出的 是1985年 再讲是 1940年代就有计算机了 就是有电子计算机了 但是一直到1985年的 i-21754 浮点数才有标准 也就是说 长达几十年时间 浮点数是没有标准的 每一家公司 每一个应用场景 每一个应用场景 可能就这样 都开始去定义 都有自己的一套浮点数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一致的 就是可以让整个产业都可以 都可以适用的 这个浮点数的规范 然后呢 这个可恨教授呢 他就有这个方式 就是 我们在不变更 资料宽度 资料的展现的状况下 他有一个修正方法 可以对应到这段程式码 那你实际去执行 就会发现说 他就可以得到我们预期的结果 他这个方式就是去修正 中间的落差 就是这就是可以改成 他的这个精确度 的落差 对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说能不能补考 注意到呢 这件事是不需要补考的 因为我们 为什么不需要补考 不是说你不在意的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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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我们考试很多啊 对不对 就是 好来 怕你 怕你不了解 注意到这句话 我们都会找最高分的15次 对吧 就是 讲了12次 抱歉 就是 我们每周都有学乡测试 所以你这次考差怎么办 下周继续考 对吧 这种简单 这周不好就下周继续考 但是呢 如果你到了学期末呢 比方说到了6月24号 还是很在意成绩的话 来找我 你 你不用现在问我了 因为这个通常 通常我们同学 这个 大概有七成同学 你会看不到 就是我们退选率 大概是70% 那你没听错啊 70%的同学会退选 这很多原因啦 可能就是我们缘分不到 那总之呢 就说呢 这个 这个 好 就不用太在意了 就是继续考 这次考不好 下次继续考下去 真的在意成绩的话呢 来找我 好 然后呢 看了刚才例子之后 你会觉得很烦 对吧 就觉得 哎 没想过 对吧 然后呢 其实这件事会比你想的更麻烦 难在哪里 就是在这个 西元里面有个叫assert 注意到assert是一个聚集 macor 这个macor呢 它会 就是它会有 会产生对应的这个程式码 那看我们一起的设定 如果你现在设定是 忽略assert 那assert就变成 它就是变成没有 没有作用 那反之呢 就是如果assert是有被定义的话 它就在执行时期会去检查 那如果发现这个条件不符合的话呢 它就这样 它就会出错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就去比较 0点 跟负0点 这两个值有没有相等 或是说呢 1点 除以0点 就是1.0除以0.0 还有这个 1.0除以负0.0 你会觉得说 这个不是什么废话东西 注意到这两个东西不同 你可以自己去做 好了 我来看看 这个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自己去做实验 那你就会看到说呢 它会有不同的行为 所以你看到这个 会有不同的行为 它就会触发一个assert assert 所以也就是说呢 第二项assert 是不成立的 第一项assert是成立的 但第二项assert是不成立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话呢 注意到 这个东西学问就很大 那就请你去参照的 在西元的规格书 规格书呢 它的这个 它有个 它有个F 它的附录的F呢 就有去提供相关的这个解说 然后注意到 我们在这门课呢 很在意 很在意规格书 规格书的这个 规格书的 掌握 所以你在这门课 应该要去看到规格书 而且第一周 就应该看得到 好 那我希望呢 你有相关的素养 然后呢 请你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Google搜寻 其实我们这门课呢 该Google搜寻的东西呢 有很多 我都帮你找好了 我资料就列好了 资料列好了呢 其实就希望呢 你掌握第一手材料 而且人家想看一件事 你看到大文豪 像那个金庸 金庸这样的 可以写出 筷子人口的 金庸小说 像这样的大文豪 他有没有查字典 废话 他当然要查字典 然后他不只要查字典 他可能要去查什么 读那些金石子集 但是你们想过一件事 你呢 做一个庸俗的 也不是说 这不是贬义词 就是做一个 没有那么接触的一个 没有被广为人知的一个软体开发者 你难道不需要读书吗 不需要去读规格书吗 你所谓读书可能就是考试 对吧 很多同学 很多同学都 我就问他说 哎呦 你大学学是怎样 然后这个同学就说 我资料结构95分 作为系统 呃 97分 我说的不是你分数 我问你是 你在资料结构学到什么资料结构 同学说 我学了很多资料结构 我说 像什么呢 然后开始 他可能讲到什么 B plus 3 然后就停下来了 对不对 这就是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 其实以为自己学了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学个印象 那但是呢 你也想一件事啊 很多人说自己熟悉的系统 但是呢 绝对没有 竟然没有读过规格书 这是什么 太离谱了 这个国昌老师不能放过你啊 然后注意到 我们这门课 应该从第一周 就有 有必要 去了解规格书 例如什么 例如这一段 注意到 这 画面中这一段程式码呢 他的货责价是 完全合法的系统程式 注意到 他是完全合法的系统程式 可是如何解释他合法 注意到 不要去Google数学 去读规格书 你说规格书 几百页 放心 几百页里面呢 你读到 三百多页的时候 就会知道答案了 那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直接读到三百多页 我劝你不要 读规格书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吧 读规格书 一辈子的事情 你 你花时间现在读 一辈子受用 反过来说呢 你骗自己 学东西的 什么叫骗自己 就是你做创造单 只记得资料结构 学95分 作为系统 考了97分 但是你门性质问 你有办法当场写一个 B plus tree吗 你有办法当场写一个 RB tree吗 你有办法当场写一个 AVL tree吗 有没有办法当场写 有没有当场算得出 AVL tree 它的什么 平均 它会rotation几次 你有办法当场算出来 没办法当场算出来 就是不懂 不懂不可耻 可耻是骗自己 那同理 你上了作业系统课 你写了作业系统的吗 你对Linense客人 有多少掌握度 你知道Linense客人 是来自什么 灵性商人 前几年的笑话 灵性商人的 的商品 然后呢 你说那个是笑话 但是 你除了知道 Linense核心 是一个作业系统 的名字 然后呢 你对里面有多少掌握 你读了电机性 资工性 还是可能跟一般的一样 没什么掌握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 大学教育一个 很可悲的地方 因为需求都存在 对吧 你过往可能在 20年前可能 产业的需求 不会直接跟各位讲 但像不一样 产业直接跟各位讲 直接把他的需求 直接公注一室 当然有些 含密公布的部分 但是光是公开的讯息 其实就已经够多了 你其实从这些产业的需求 就可以了解说 这些公司需要什么东西 需要什么 人才 还需要人才去解决 什么样的问题 对吧 但是你 你做了吗 好 哎 好了 总之呢 在这个我们这本课呢 很重视西元 甚至呢 你可以把这本课想成什么 我们这本课的前 前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教你西元 这也是为什么这本课呢 必须要 必须要加课 因为呢 你看我 这本课三分之一的时间 不对 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在教西元 然后呢 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就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西元 三分之二的时间 另外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又是什么 又是你过去那些 作业系统的 数学很废 或是计算机 组织计算结构的 掌握度很低 总之就是 我们三分之二的时间 包含西元 都在去补墙 你本来就该懂东西 所以真正在讲 Linus Kernel 讲新的东西 只有这本课 占三分之一的幅度 所以这本课 为什么一直强调 诚实面对自己 真的不懂 不可耻 不懂面对自己 好 我们来看 以西元1999年的规格 叫C99 C99呢 你去查 那个Objects 这个出现了700多个地方 你再去搜寻Poynter 出现了600多个地方 那你看 很多人呢 就觉得西元难 地方都难 在指标 可是其实Objects是很多的 然后呢 有趣的像什么呢 Object跟Poynter 在西元 这几乎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然后这个是规格书 就会写这样的话 像这个规格书跟你讲什么 规格书跟你讲什么 规格书跟你讲说array 阵列 function 对吧 那些函式 还有在Poynter 指标 这三个形态呢 对吧 其实它是规类是同个 有关联的 你会觉得说 阵列 函数 跟指标 这三个是不同的东西 但是对不起 西元直接跟你讲说 这三者是有关联的 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啊 旁听呢 不用 直接来就对了 直接来就对了 而且就是对 就是放心 你不需要揭露什么资讯 而且我短期内对你的资讯 没什么兴趣 就来就对了 为什么你来就对了 因为呢 其他课程之所以需要什么 是需要这个揭露学生的 什么学号啊 姓名啊 是因为教材没有公布 那我对这件事呢 我是反感的 我认为说大学教育 应该大部分的材料 都是要公开的 所以就是 你看我们的课程嘛 你看那个 你看到的年纪都把它点进去 每一个年纪都是我们的教材 这是公开的嘛 所以你不用来上这么课 不用来选修这么课 也不用来旁听这么课 你此时刻就可以打开了 然后呢 就算最近没有 最近没有缘分 参与的话也没关系吧 反正教材都是公开的 我想大学教程本该如此吧 对不对 当然有些课程比较特别 可能涉及到医学 涉及到伦理 涉及到一些技术移转 那可能有些课程 他的教材不方便公开 但是我们这本课没有这样的疑虑 然后呢 刚才讲到西元呢 你觉得 就觉得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更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到画面都是这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是来自FMPEG 怕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FMPEG呢 是这个多媒体的一套框架 就是说你现在可能有听过 那个 那个Chrome Browser 那它Open Source的版本叫Chromia 那VLC跟那个Emperia 都是很有名的这个媒体播放器 多媒体播放器 然后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背后呢 会用到一个专案 就用到一个专案的成果 叫做FMPEG 然后这个专案呢 背后呢 有它里面就有一大堆程式码 那这段程式码呢 它是有问题的 那我知道你的问题呢 就是说 老师你讲的东西我看不懂 对不对 不过这不是真正问题 真正问题是在出在这个 出在一个大鱼 最大这个大鱼 这一段程式码呢 这个大鱼 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比较操作 它本质上是一个减法 但是呢 你 你画面中看到这个 这大鱼的左边 跟大鱼的右边 这两者呢 如果要做减法的话呢 其实呢 因为它的形态不同 最大 在形态不同的话呢 它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 未指定的行为 就是unspecific behavior unspecific behavior 这个 我打出这 un specified behavior un specified behavior 跟undefined behavior 在西元里面呢 都是有明确规范的 听起来老舌 就是没有指定的行为 没有定义的行为 在西元里面都有定义 就是西元规格数 你会跟你讲说 哪些行为呢 是un specified behavior un defined behavior 然后 那至于为什么 有这样的设计呢 之后参与课程 我再跟你讲 然后呢 总之就是说呢 在西元里面呢 就是 这也是什么 很关键的一题 然后这就是我们着重呢 又要做到效率高 又要做到安全 有同学问到这个西元规格的这个范例 这个作业要求里面就有了 可以去读它 好 然后呢 这个西元里面呢 它不是只有语法 然后 什么叫语法呢 很多同学就说 哎呦 我学西元啊 学椒啊 学这个 学什么SWIFT啦 住谁这些城市语言 更多说 就是很多时候 你就学这个语法 但是 但是我们学东西是什么 学西元呢 是 用西元做出任何你想做的事 这两次啊 什么叫懂西元 就是用西元做出任何你想做的事 你看 什么叫懂 精通汉语 精通汉语是什么 就是要你写 吟诗 做父 写春联 当场就做得到 然后呢 你要去什么 呃 这个什么 就是要跟古 如果要传越回去跟古人们 泡茶 去写 写作 当场就做得到 你看 有多少人 门心质问 说精通 说自己精通汉语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说自己精通汉语 对不对 因为你对精实子题呢 长度有限嘛 那个所谓二十四史 对不对 就是这个在这个 经典的那个 经典的史学里面 有二十四史 请问二十四史 你读了哪几本 对不对 所以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说什么 说自己什么精通汉语 对不对 而且 绝大多数人写的东西 基本上 对不对 就是 没有产之可言 对不对 就是 你想看 你从小到大 写的中文 写的汉字 你都要先付钱 才会有人看 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付钱去参加什么 学测指考 去写那个作文 你是先付钱给什么 付钱给那些 大考中心 大考中心才会指定老师 那你去上课呢 老师跟助教 才被迫要去看各位的 各位写的东西 对不对 你要付学费 才会有人写东西 你写的东西 有没有人 一排队来买 造成洛阳子贵的现象 很多时候是不会有的 那你看 你花了十几年时间 学了汉语 学人正负德性 那你花这么短的时间 你学了西语言 你凭什么跟人家讲说 你学的东西有强度 你凭什么说 你学的东西是有的 是有人要看的 能够解决工程需求的 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西语言 要真的认真思考 正想知道 学习西语言 要怎么判断自己 懂不懂 很简单 能不能用西语言 做出你任何想做的事情 那像画面中 这段程式码呢 它是在Linux核心 存在的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呢 就用在哪里呢 用在这个 以太网络 以太网络里面 那以太网络里面呢 我们会需要做这个check sound 去验证资料的一个正确 然后 那这段程式码里面呢 这部分的需求 其实它背后就用到 画面中这段程式码 然后 这段程式码呢 你可以去想一想 它在做什么事 但你看 更多的时候呢 很多人之所 尤其已经在工作的朋友 就是说呢 看到这段程式码就 哎呦 这写的好艺术 这个排队好奇怪 然后但是呢 其实 什么叫懂西语言 因为这个是有实际需求的 我们就要对卫元 做一定的做处理 像这边在讲话 你可以看到卫影 对吧 就是做这个 它也是BY的操作 然后呢 这边有个BY的AND的操作 然后呢 它这样子用的话呢 你当然可以一步一步去推敲 在做什么事 但是呢 你有经验 能有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人 应该就可以意识到 这个操作呢 跟什么 未远的反转有关 不是改变byte order 是beat 把每个beat反转 好 就是把它reverse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在西语言里面 要去克服 克服什么 不再只有限于语法 否则你永远呢 就会限入的很大迷失啊 对不对 你学西语言就学语法 那Rust红的时候呢 学Rust的语法 然后呢 Java人家说 Java很重要 你还是学Java的语法 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 好 刚刚有同学问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规格 其实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那个 现在还有最新的规格叫什么 现在最新的规格叫C23 那为什么呢 我们要从C99开始讲 因为呢 Linor核心呢 目前此时此刻呢 主要的规范呢 还是用到C99 这是受限于说呢 编译器 因为Linor核心要支援 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 C原就 因为要支援比较旧的编译器 那当比较旧的编译器 它就只能 达到C99的向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再来是呢 从C11开始 就C11开始呢 就有那个像Atomics 还有会有一些像那个Memile Order 就是 有 你可以直接知道 Memile Order 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比较后面的课程 会讲到这些事 好像是Atomic Memile Order 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在C11 就是C11的这个有规范 但是呢 截至目前为止呢 Linor核心呢 没有充分支援 这个C11的标准 也就是说在Memile Order 还有这个Atomic 并没有使用到 C11规范的这个标准 所以 这为什么各位要去读 这个C99 就是考虑到这个相容性 还有科农 对于C11没有充分的支援 那不过这件事已经在讨论了 大概从四年前 就有一系列开发者 希望把最低最低的限度提升到C11 也就是说刚才讲的一些 Atomic 还有Memile Order的地方呢 就要改成那个用C11的标准 好 那 去年 去年就2023年 有C原有新的标准叫C23 就推出了 那C23里面呢 就有一些新东西 这个 请你慢慢去体会 好 然后呢 那你也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从刚才的说明 你可以知道 就是绝对不是说呢 把那个 把一个什么 需求啦 把一些数学式啦 转换成细元 就是写程式 绝对不是 好 像你看到这段程式码呢 这段程式码呢 就是可以去计算绝对值 对 绝对值 然后呢 你想象中绝对值会是什么 是去说判断 这个值呢 是大于 大于0 小于0 等于0 对吧 你会去判断 数值的大小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这一段程式完全没有 if else 对吧 就是所谓没有分支 那你说没有分支 可不可以计算出绝对值 是可以的 好 那这个程式码呢 你可以练习 就是带入特定的数值 然后练习看看说 它可不可以真的去计算出 比方说你带入负100 你去算算看 或者去执行这段程式码看看 它是不是输入负100 传回100 它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 它可以做到 可是呢 这段程式码有什么限制 这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很需要的 很需要去探索的 好 那这件事呢 在西云的标准里面呢 是有规范的 规范的 规范是什么 规范是某些操作 比方说绝对指这个操作 这个东西呢 在西云里面是 是存在一些规范的 而且它规范的范围呢 比你想要的都广很多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就是这个教材 这个教材的名字呢 叫做解读计算机编码 主要这个 我当初整理这一个文件呢 最主要做的事情呢 是希望我女儿 我女儿有一个科普教材 因为计算机科学里面 有个很悲哀的事情 就计算机科学 大家知道很重要 但是呢 没什么科普的书 你有小孩就自己去看 这个市面上 关于电脑科学 计算机科学的科普书 实在太少了 不要说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 我也翻了很久 就是这个 中国的书 我也是读了老半天 就看了很久 其实都没有 那就算有的 有的写的奇难如比 一堆错误的 实在是太生气了 我一开始还会写信 写给出版社 说什么 写给出版社 说这个错误 我就写个洋洋洒洒 说这东西要改什么 然后要不呢 就没有下文 要不就是 出版社说 哎呦 黄老师 要不你来写吧 然后呢 我就很认真 跟这些出版社 就沟通 但是呢 谈到一件事的时候 他们就不开心了 因为我希望 我写出来的书 写出来的教材 可以公开 公开让大家可以看到 那出版社说 哎呦 公开我们赚什么 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算教材是公开的 不代表出版社赚不到钱 我们之后来 讲一些这方面 一些比较哲学的东西 其实Open Source 就算Source Code Open 其实还是有很多赚钱的空间 还是有很多公司 可以靠Open Source赚到大钱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跟这些出版社 沟通无果之后呢 我就决定写一篇 写一系列的教材 那其中这一部教材呢 就是来探讨 这个 计算机背后 像是恶补术 那这个在中国叫什么 中国叫做 这个 叫做 叫做 突然叫 忘记什么 反正一个叫反马 反正就是补术系统 那这个 补术系统背后的这个原理 然后有趣的地方什么呢 刚才那一段程式码呢 刚才那段程式码呢 它就是可以做这个 ABS的运算 然后我们呢 在验证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字 把这个字带进去会得到什么 这就是很值得思考 休息一下 休息到两腰两动 我们也来探讨刚才的 那段有趣的状况了 好 那注意到呢 就是说呢 我们刚才讲那个 取决类值呢 英语就是什么 Absolute Absolute Value 然后在这个 做这个Absolute 这个操作的话呢 它的数学定义呢 很显然是这样 对吧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什么呢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我们想要把分支 的 就是排除掉这个分支的处理 好 那排除这个分支的处理呢 有一个原因是这样 就是说呢 这个你可以看这部影片 好 注意啊 我们在这门课程呢 常常会有需要这个 打开YouTube的 的机会 那像这个 关大为 关大为很有趣 他是一个钢琴家 对吧 不要怀疑 他是钢琴家 但他会写程式 而且他写程式呢 可能呢 可能还写得比你好 对啊 就是你要想这个 这什么年代 对吧 就是钢琴家写的程式呢 钢琴家就是会写程式 而且写程式还会有人用 好 这很正常的嘛 就是你以后呢 会看更多啦 会什么 医生会写程式 写程式呢 比你写程式好太多 因为会就会有这种事 钥匙会写程式 医师会写程式 钢琴师会写程式 好 那你过一段时间呢 看到Linus Kernel 还会看到什么 还会看到农夫 是Linus Kernel的贡献者 对啊 你没有听错 农夫是Linus Kernel的贡献者 反正你过一段时间 就可以理解到这些有趣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官大为呢 他就做一个很棒的影片 就说呢 其实呢 你只要去听 键盘的声音呢 可以去猜出 人家打什么字 酷吧 我们来看看 哎呀 怕你不相信了 哈喽 我是Viviv 关大为 欢迎收看 Nice Core 好和弦 今天我要教你 如何只用听的就可以 真的教你 15公尺很远 这个太可 你看他也要读论文了 你看他先去按了 钢琴师傅 钢琴家只是在演奏 没有啊 人家是真的要 真的要读论文 你看哦 来欣赏看看 这边呢 就有一个按这个按键 P跟Q P跟Q在哪里 在你的键盘里面 对不对 就是P跟Q是一个相对 就是相对的两方向 Q是在左上角 那P呢 是在右上角 来听看 QPQ 恭喜你成为 好和弦认证的 键盘听音高手 不过就算你没有完全答对 这部影片到目前为止 也应该有让你发现到了 电脑键盘的每一个按键 其实发出来的声音 是不太一样的 而且在某些键盘上 还有可能是很明显的不一样 不一样到人类 都可以直接用耳朵分辨的程度 你想想看 如果光 好 那接着呢 他就跟提到这篇论文 那这篇论文呢 就是 你看到标题 就是说其实可以去听 听键盘的那个声音 然后他有对应的这个程式 那接着他就开始做实验了 就开始来打字了 来 好了 我们就用刚刚一开始的 Q跟P这两个键就好 我每一个键都重复 按20次当做取样 取样完之后 我就把键盘拔掉 接回Mac上面 看看我的黑色笔电 能不能听出我打的是Q还是P 取样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测验了 第一关的题目是 QPQQPP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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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QQP 到底辨识程度可以有多高 画面上方是我的Mac的萤幕 记得我的键盘是接到Mac上面的哦 那画面下方是Linux笔电 开启KeyTab程式 听声音 有没有看到 钢琴家也是用Linux啊 对不对 所以不要跟我说什么 什么安装Linux问题的 钢琴家都用Linux啊 你在做什么 尤其是你读的是电机资讯学院的学生 请你保持是吧 保持警戒 可以吗 音辨识的结果 P Q P Q Q Q P P P 有没有 可以辨识出来 然后最大的这个东西呢 这个影片精彩慢慢看 然后呢 我在跟你讲一件事 这个叫什么呢 在这个 在密 在那个 呃 资讯安全的角度来讲 这个东西叫 Side Channel Attack 那中文叫做 旁路攻击 这翻译不错 这翻译就是那个 旁敲侧击 就说呢 我们 平常的会假定什么呢 假定说 呃 我们会去做什么 呃 加密 但是呢 就算你做多少加密呢 你在按键盘那个当下 其实就可以 偷听你按键盘的状况 可以知道什么 可以知道 呃 可以拆除你按了什么按键 好 然后更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事实上呢 你这个 如果去测量电压的变化 啊 去测量那个 像CPU 啊 CPU它的温度 啊 它不是很温的 啊 就是一个CPU 我看一下啊 比方说像我这边手上呢 有一个 有一个 IC 啊 那一般来说 CPU可能就是 呃 画面中 黑黑的这一块 啊 是CPU 啊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温度呢 它不会 固定是同个温度 啊 有时候呢 它温度比较高 啊 就是可能它有比较大的运算需求 有时候温度比较低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光是检查它电压变化 检查它温度 啊 你要知道 检查温度变化有很可怕啊 你可以拿一个 测温枪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对着 我现在手上没有 但是你可以猜一下 它就 它有一个这个 测量温度的 就对着IC 这样对着 然后就可以测量出它温度 而且它温度是二维的 也就是说呢 我不是测到一个什么 83度 这种 摄氏83度 这种数值 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无温度 中心比较热 旁边比较 比较不热 某个区域特别热 只要有办法得到这种 二维的温度资讯呢 其实就可以用旁敲侧击的方式 发动攻击 那其中有一个最经典的问题呢 就是叫Timing Attack 就是说它可以去猜 猜什么 呃 抱歉 它可以从执行时间 去猜测它的序列 像这个 这个东西叫做Memic Compare 我今天就给你两个指标 对吧 就是一个S1跟S2 分别指向记忆体 分别指向两段连续的记忆体地址 对吧 然后N呢 是指向它的长度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只要去猜 猜什么 去猜说 比方说猜这个Password 或者是在Pasta 我就可以去猜 哎 我 每一个时间呢 其实这样 其实它的 要去 检验Password跟Pasta 其实执行时间不同 我就可以去分析呢 执行的时间 去猜测什么 猜测出 呃 密码的分布 好 那只要给你够多的时间 你就可以从这个 精准 记录 执行时间 去推认出 这个 数值的分布 然后呢 这样的攻击的是很多的 好 那所以呢 可以了解到一件事呢 如果我们想要让上面这一个程式 避免 遇到timing attack 好 那你就要做到一件事什么 就是字串的比较 好 不管它是 呃 Password这个字啊 Pasta 或者其他字 好 你就要做到一件事呢 这个执行时间 不应该随着字串 内容有做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 他是Password 他是Pasta 或是一个print 注尺这些字串 就是不应该跟这个字串内容是有关的 执行时间应该是要想帮他固定 那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件事呢 就要让这些if else 要怎样 让这些if else 尽可能让它消失 或者尽可能让关键的if else 不存在 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 if else 就像这种东西 我们要想让它消失 然后这件事是做得到的 在二补数系统呢 其实这件事呢 是可以把上面的 对应到二补数系统 所以你看到 上面这个x 在上面 二补数当然就还是x 在-x来讲话呢 其实就是什么 是not x 之后再加1 然后 那底下呢 又有一些持续的一些分析关系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底下就一些讨论 在讨论这个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它 好 那但是呢 这里面呢 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一个最小的数值 好 然后这一段呢 是Glibc Glibc的这个文件 所以那就是你用的这个编译器呢 它是文件的 很多人回去读手册 这个东西呢 请你在想看 金庸都要去查字典了 你呢 怎么可能不该去 怎么不该去好好去读文件 好 然后呢 在Glibc的文件里面 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呢 它就跟你讲说什么 绝对值 absolute value 那里面呢 就有个有趣的地方 如果你把最小的整数 在有号数来讲的话 把一个最小整数带入的话呢 这件事呢 是什么 not defined 就是这件事是没有定义的 然后呢 你就把刚刚那段程式码 就这个 这段程式码呢 你直接带这样的一个输入 你会发现什么呢 你把个最小的整数 带进去的时候呢 得到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个负的值 也就是说呢 你今天把一个最大的有效整数 输入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最大有效整数 你把一个负100带进去 你会得到一个正100 你把零带入会得到零 但是呢 你把一个最小的整数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得到东西竟然是一个负的值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 我这东西可有影响了 这就有很多资讯安全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可能会有一个正列 对吧 就是说我今天想要存取一个什么 基铁地址 所以我用一个脚括号 对吧 那个脚括号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绝对值带进去 但是这个绝对值 其实有可能得到一个负的值 一个很小小的值 所以这个状况呢 在像Mozilla 它的流软器以前 其实就遇到这种问题 那相关的地方呢 这个我们有另外一个材料 叫做基于西元标准研究 这个 最后这就是之前同学的那个 那个 作业 最后这还不是期末专题 对吧 就写成这样的话呢 只能当作业 对吧 就是 其实已经比很多大学部的专题好了 但是就是 对吧 这只能当 当其中的作业 我们有好几份作业 然后 那刚刚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问的问题还不错啦 就是问到 看规格书嘛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可以导读一段范例 你诚心诚意的问了 我就问你啦 我就回答你 好 比方说呢 这边呢 就会有什么 这边就会提到一个东西叫 Integer Conversion 你看像这段程式码 这是这段程式码呢 你看哦 它的 它有若干的整数 其中呢 这是五号整数 这个是 这五号的Integer 然后这五号的Short 这是有号的Integer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 我当然可以拿来做什么 拿来做加法 那加法之后呢 我也可以指定它的形态 比方说我们把它指定成64位元的有号整数 好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这个程式呢 不要小看了 这个程式 再看一下啊 前面呢 在做五号 五号整数 对不对 五号的Integer 五号的Short 然后后面是有号 好 那你看哦 Ui加Si 五号整数加上有号整数 好 然后呢 输出是一个有号整数 好 然后这时候呢 就会涉及到西元标准 好 在这边就参照是C11 好 西元在201年的标准 好 那其中就有6.3.1 好 然后刚刚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说 这个西元规格书啊 怎么取得啊 其实 其实呢 对 好 网上就可以存去了 好 然后 你 在 你所不知道 我们有个 有一个教材叫 你所不知道西元 在你所不知道西元的教材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有帮他列出了 已经查好了 好 所以你也不用Google搜寻了 对 好 就是说那个 规格书 好 就是反正 反正就帮你写好了 对不对 规格书 好 你已经帮你标好了 好 然后 回来看看这个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其实它会涉及到 这个整数的转换 跟什么呢 叫 Integer Promotion 这是很多人会忽略的 就是它会 它会去Promote 那有趣的讲什么呢 Integer会被Promote 按Sign Integer 就是说 Sign Integer 就有号的整 有号的Integer 它会被提升 为什么它要提升呢 因为呢 有号的整数 的数值范围 跟五号整数的数值范围 是不一样的 就是对应到这个 数值 就是说呢 你还是用30万元 64万元来存 但是它的数值范围 是会不一样的 在西元来讲话呢 它就会有设计到 这个Integer Promotion 然后就到这个问题呢 就会有相关的 资讯安全挑战 那详细的话 请你去看它 那这边我们都有 对应到西元的规格 所以 这边来讲话呢 你可以先看这几个 我们提出来的 那之后你在探索 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 一定还是要把西元 给你去看它 把它看完 你又没有太恐慌了 虽然它看起来六百多页 但是真的要看它 就大概两三百页而已 那只是说呢 你在读的时候呢 它大概就这种风格 就是它会有一些范例 但是更多的时候就文字描述 所以这是我前面讲的 诚实面对自己 很多时候呢 就很多人 那个英文阅读是有很大问题 你说这个阅读问题难在哪里 就没有那个耐心去把它读完嘛 或者说读了就骗自己 读过了 这偏要说呢 对不对 就是骗自己 好 然后所以呢 像刚才讲这个 un specified behavior 跟un defined behavior 在西元规格书 都有讲的清清楚楚 好 那么再去看下去 所以呢 像刚才来讲话呢 像这种 这种议题呢 就是我们刚才去了解的 然后最后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也有大量 大量这样的一个技巧 就是去除掉分支 用这个bewise 还有这个补数系统的原理 去建构出一系列 不需要分支 或者说降低分支的使用 或者说它的数值 它的这个行为上的 就一系列这样的一个实作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你从西元来讲话 不能只是看语法 不能只是去想说 我去做出经典的程式 在另一个课论里面呢 有很多程式呢 都是经典 只是说跟你过去看到经典不一样 但你没有选择 只能接受它 对不对 接受这个时代就是如此的复杂 但是这是各位的机会 你想看 你如果当初考差了 什么考差 考到成大就考差了 对不对 你要想看就是 你要想看那个 算了不讲 你知道吗 你读成大就是考差了 对不对 以前只能考到成大学生 现在都可以考到台大了 对不对 因为台大 就是你想一件事嘛 在我读书那个年代 有多少考生 有超过35万的学生 要考大学 就我读书那个年代 考大学那个年代 30万的 那现在呢 不到18万的学生 不到19万的学生考大学 应该更小了 就是前去年 前年的数据 就是已经小于19万的学生考大学了 所以你看 这个以前我读大学的时候 超过30万的考生 那现在呢 只剩下 姑且算19万好了 从35万到19万 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对不对 但是你看 以前台大职工 一个班 现在台大职工几个班 以前台大建基呢 两个班 现在台大建基有几个班 以前教大职工一个班 现在教大职工几个班 现在教大职工一届就有200多人了 多人了 所以你就看那个 考生 对不对 考生的分布 跟那些前几名的学校 加开 加开名额 对吧 所以 其实现在的这个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成功大学 所以你叫 要有自觉 我们的成大 现在成大就相当于20几年前的这个中心大学这个等级 但是也不要太难过的嘛 就是你考察 不是 就是不可耻 可耻的地方是 没有 接受什么 没有接受限制 限制不是说呢 你考察这个限制 而是说 你没有 发现说呢 你没有办法正视说 这个资讯科技产业就是如此的变化 如此的快 如此的快 你的机会就在什么 好 我知道我自己考察 我只考成大 我可耻 但是 我就掌握这些东西 我掌握产业的需求 在大学毕业前 我会搞懂 有没有很励志啊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在这个 这种 我们说我们讲西元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篇 那个 报告 就是讲这个 一份教材 就是讲这个西元对应的 这个 资讯安全议题 然后呢 在这里面呢 你会乍看说 这不就是西元规格书的东西 跟Ninxcom有什么关系 好 这边要跟讲个 跟他有关的 那你看 这段程式码呢 是Microsoft Research 有一个叫MeMalock 那个MeMalock呢 你 你应该是没听过 或者就算有听过 可能也没什么 好像很高的掌握度 这个 这个专案呢 有趣的地方呢 就是 你有没有听过 不是重点 这个Microsoft Azure 总有听过啊 Microsoft自己的云端平台 叫AJR AJR背后的 记忆体管理器 用到这个 这套专案 MeMalock 哎 你没看到这个图像 这个图像 过一段时间 你就会很熟悉 这就是我 然后呢 Sana 我前几年来 做一些贡献 然后在这个专案呢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专案呢 他就是用到 那个MeMail这个专案 他用到 Microsoft A9 还有其他的专案里面 然后这个专案呢 他着重就是能够去 性能 然后他对安全也是很重视的 然后呢 这段程式码的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要产生个乱数 然后呢 比较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到乱数 你想到乱数可能是一些数学士 对 没错 乱数呢 的确会用到一些多项式 那正确说法叫做 Pring Pring 这个就是 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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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 Linus的环境下 如果呢 要产生乱数呢 有一种方式 就是用指标操作 你看到 用指标操作 可以得到个 得到什么 得到个乱数 对不对 你就觉得 不知道自己在听的什么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个机制呢 这个机制呢 全名叫什么呢 叫ASLR 这个机制呢 就是说呢 它可以去做出一个什么 它可以做出 当我城市在执行的过程中 那这个Linus 或是相关的 或是相似的作业系统 非常多FreeBSD 或是像MacOS Windows 它其实会去改变 改变它的那个 一个城市的 载入的时候的地址 这个原因的存在呢 就是在于说 它可能去避免一些攻击 所以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如果你在Linus上 要得到一个地址 就要乱数 其实你就是取地址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到 它就取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显然什么 显然就是这个韩式的 这个地址 对不对 我取它的地址 然后把它转型成整数 这个就是整 这其实就是一个整数 我把它转型成一个 5号整数 接着我就得到一个乱数了 所以在这边显然 你就要知道几件事 知道呢 当然你要知道西元的语法 支援西元的指标操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要知道什么 SLR 就是说 它要防范什么攻击 它被哪些主流的作业系统 包含核心在内的主流作业系统 所支援 第三个呢 你要知道说 SLR的强度 就是它产生出来的乱数的强度多强 如果它强受不足以应付你的需求 在乱数的那个品质 如果不够好的话 那可能它是不能接受的 有没有可能 就算用了SLR 还是有发生相关的攻击 那直接跟讲 答案就是有 然后这个攻击跟防御呢 都是一个什么 毛与盾呢 它是一个持续在演化的事情 所以主要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Lenskernel的 不可忽略的一体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也是我想跟大家沟通的 就是说在很多人觉得说 学校只讲理论 我觉得这句话呢 是很糟糕的 就是呢 请你不要再跟我讲 什么学校只教理论 这种鬼话 因为呢 很多人是不是 连理论都没有讲 连理解理论 都讲不出一个所以来 实作呢 跟理论呢 它是一体两面 绝对不可能说 只教实作没有理论的 没有这回事 就是这个 我们令人核心正门课 对吧 显然我们要解决很多 理论问题 你可以想象 Lenskernel 开发Lenskernel的过程中 完全对理论没有概念 他怎么写出Lenskernel 怎么持续改进Lenskernel 对吧 我们在台湾就有一种偏见 偏见很糟糕 什么偏见 就是说 就把那个实作 当做那个黑手 就说 哎呦 这个人实作很强 但是理论应该不太行 我呢 我自己常常就被人家 这样子认定 甚至我在学校教书也会这样 就是 哎 我在学校教书呢 就有人说 哎呦 某某某实作好强 但是理论应该不太行 哎 搞到我的 搞到我就只好 只好 对吧 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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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去 只好 也去 也 也干嘛 只好 只好 我也去 只好 我也去写论文 你 你 认识 你 你可能知道 我就是 就是 就是 我不太写论文的 但是呢 就是 我 我被这种 就被这种偏见 搞得 我也是很烦的 对不对 就是 哎 搞到这个 搞得 搞得很烦 所以我也要去投研讨会 就我要去写论文 而且投的可能要投一个顶会 像这个 你可能知道 OSDI 是作业系统研讨会最顶级的研讨会 它是在学术界跟产业界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 我也背货要去投 我不是很想投 说真的 那 就是 这其实就是 这里面有一系列理论的分析 然后 我不是要强调说我多会 不是 我只要跟你讲说 理论跟实说 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东西 那反过来说 很多人说 学校只教理论 我觉得这完全是鬼话 如果你真的 理论掌握度很高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用数学来解决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用数学 比方 了解这个 复列分析 了解这个 人的声音 了解这个 无线电的讯号 你说我没有学过无线电 但是无线电背后 都是一堆数学 你数学强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 迎刃而解 所以绝大多数人说 学校只教理论 是什么 是学校只教 卵式子 什么叫卵式子 卵式子就是 让你开开心心 哎呦 我好像背了考古题 然后呢 就拿到95分 然后毕业的时候 只记得 自己资料结构考了95分 作业系统考了97分 但是讲 但是什么 没办法当场呢 当场 当场算出 Aviotree 平均来说 他要 他要做几次rotation 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Aviotree 平均要做几次的 在做那个 拼了二元素的操作 他要做几次rotation 我敢跟你讲 有一堆人 包含大学教授 是算不出来 没办法当场算出来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不是说懂这些东西 有多么了不起 而是 而是你要搞清楚这件事 就是说 我们今天面对的资讯系统 是如此的复杂 你只要有任何一个闪失 你可能就错过 掌握这个时代 了解这个时代 发展脉络的一个机会 好 这边又是我自己的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就像我前面讲的 就是我大学没有读完 大学没有读完 会有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就会遇到偏见 偏见就是刚才讲的 就有人说 哎呦 MOMO始组很强 应该理论不行 然后我去面试的时候 以前去面试 就被人家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 Arctangent的积分 Arctangent的积分其实不难 他就分布积分 分布积分 计算结果是这样 那如果不知道 我在算什么鸟的人 没关系 自己回去读书 然后你看 学历为什么 学历有什么好用 尤其台大的学历 为什么好用 因为通常呢 你从台大 拿到台大电机 跟台大 台大志工文凭之后 就没有人会 没有什么人会去质疑 说你的数学费 但是呢 你没办法用数学 去解决问题 没办法用数学 去描述我们 身处的环境 那就是认知上是一种 很大很大的障碍 然后那总之呢 我在那个场合呢 就遇到一个主管 然后那你大家好奇说 我大学没有毕业 怎么拿到这些offer 有个很大原因 就是因为 我散布的时候 会去演讲一下 以前啦 现在比较少去的 就以前呢 只要有空我去演讲 那演讲说呢 台下可能遇到什么 一些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执行副总 之类的 反正总之就是这些大佬 来听演讲 听到我的演讲 或者这些大佬来上我的课 然后呢 上了我课之后呢 他就觉得 哎呦 这个 姓黄的好像很不错 就交代他的 叫他的手下 叫他底下的主管 联络我 要雇佣我 那那 到目前为止 听起来都很好 对吧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换那些主管 跟换那些HR 就能力资源的主管 就有压力了 因为压力是什么 就是 就是他们 就是大部分的员工 大部分的工程师 都是硕士跟博士 那找一个高中毕业的干嘛 所以你知道主管 就有点 就不开心 不是有点 是绝对不开心 但是因为是总经理 跟那个副总交代的 这是资深副总交代的 所以这些主管知道面试 那面试我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哎呦 我一个高中毕业生 高中毕业的学生呢 应该怎样 应该数学应该费吧 所以就当场吧 当场呢 就问我一些这种 大学一年级的东西 所以呢 你要知道这件事什么 这件事在我30岁的时候 还有发生 就是有人就当场 要我算数学 好 你既然要我当场算数学 我就算看看 所以我就真的算看看 那你看 所以这个 算完数学呢 顺便怎么 顺便 顺便还 顺便还跟他分享一个什么 什么椭圆曲线啊 费马最后定理的证明 就跟他聊聊天 他既然想要跟我 研究数学之美 我就陪他聊天 聊到他有点昏了 因为他 他没有再继续研究数学了 但是我有事没事 都看一下数学 然后呢 这边跟你讲什么事情呢 打好基本功 是为自己杀出血路 唯一途径 你只考上陈大 真的不丢脸 你只考上台文系 也不丢脸 不要跟我说 你考台 你读台文系是为了什么 为了爱 不要骗我 就是 就是 读台文 对台湾文学有爱 不需要来读成大 也可以有对台湾文学 有爱 对 你可以去读政大 那你读台 台文系呢 应该有很多原因 但是不管怎样呢 你打好基本功 为自己杀出血路 人家对你有偏见 你就拿实力出来 我希望你来这门课 把这件事想清楚 这是我为什么讲说翻身 这就是翻身 翻身 翻身 你都为了翻身 那为了要翻身 你就要做出对你的付出 好 那我们这门课呢 需要哪些背景知识呢 就是电脑科学 所有 就是所有主要的科目 就是资料结构 计算机组织 计算机结构 演算法 细语言 集体统计 不要怀疑 我们这么可能用到细语言 等一下跟你讲 会用到集体统计 等一下跟你讲 哪里会用到集体统计 然后额外像 资讯安全密码 学电脑网络 绘图处理 电脑绘图 什么程式品质 诸如此类 这些东西都是了解 联合性的必要之局 然后呢 甚至呢 像刚才讲什么 红黑树 你立刻就遇到 我们在前三周的课程 就会遇到红黑树 而且你还要把什么 红黑树 当场干出来 当场自干一个红黑树 而且他指出 林斯克农的红黑树 有哪里改进空间 或者说他有哪些 考虑因素 然后呢 刚才有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是这个西家家 这问题很好 我是西家家白痴 其实说真的 我上个世纪 我就学了西家家 然后我也做西家家兵器 但是说真的 我没办法跟到时代 我就认为我是白痴 我没办法做出一个 在这个产业做出什么事 我只能当个白痴 注意到 这不是谦虚话 这就是现实 对 你没办法用程式员 做出你想做事 就是没有把他掌握 你问 问看你的汉语 你写出来东西 有多少人付钱 对不对 这就不懂 那你还说汉语我可以表达 但是你距离精通很远 所以就说呢 这问题说学好这个西家家 我没有资格教你 抱歉 然后呢 这个马斯洛 就是这个马斯洛他有一个什么 他有一个金字塔的理论 对吧 他讲个自我实现的理论 就是他就 人呢会有一个最低程度的需求 对不对 最低程度就是要能够生存 然后呢要能够找到一个安全庇护的地方 对地方 或者说一个在社会上可以被接纳 然后呢 最终最终就要做到一个 马斯洛的金字塔理论 最高层级 就是自我实现 那这边呢 做一个改写 改写之后呢 就是这个Chars Chars就做 把这个马斯洛的金字塔改写 改写之下 就是说呢 他就把那个分成五个层次 就最低层次 要让层次结果是正确的 然后呢 让层次执行是安全的 然后呢 在层次马 本身要可读 然后优雅 最大 我们在第一周的课程 我们就提到优雅 作业 你在做第一次的 第一周的作业的时候呢 就会发现优雅 这些是关键 那最高层次的东西呢 是吧 是可以重用 那你可能好奇 台湾工程师呢 绝大多数在什么状况 台湾工程师呢 绝大多数还是在 呃 correct这一层 我不讲哪一层啊 就是在correct这一层 对于绝大多数台湾工程师呢 要能够做到 程式结果正确 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事 很难的事情 主要这不是什么 轻视别人的话 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而是呢 在我们现在 台湾工程师的挑战 是很大的 你想看哦 艾莫森 就是一个那个 一个作家叫艾莫森 艾莫森呢 他有句名言 他说 鞋匠 之所以专业 是因为他只做鞋子 不做别的 他就说这个 他就说呢 你要专注 但问题来 你做一个软体工程师 你有可能从头到尾 只用同一套作业系统吗 你有可能从头到尾 只用同一套 语言规格吗 不可能啊 你做一些会一直演化的 Linux Kernel 每10到12周 就有一个新版 然后GCC这些编译器 一直会改变 然后语言规格 也会一直往前走 对不对 你可不可能说 你一辈子只用 Linux Kernel的2.0 一辈子只用GCC的2.0 不可能 你就一直在改 对不对 而且更惨的地方是吧 你往往呢 尤其在台湾的工作 对不对 你今天做Android 明天做iOS 后天做 做不知道什么鬼OS 然后呢 然后今天是做手机 明天做什么 做AR 做VR 那大后天做AI 你就一天到晚 在改变题目 所以呢 你就算想要专心 像刚才讲 艾莫斯那句话 对不对 鞋匠 之所以为鞋匠 鞋匠之所以为专业的鞋匠 是因为他只做鞋子 不做别的 这在台湾的软体工程师 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是会一直换 作业系统 一直换城市员 一直换平台 所以你看 你在快速变换中 你怎么可能 确保说你的专业有办法累积 其实很难的 多半的时候呢 只能够继承一部分的专业 就已经算 谢天谢地了 已经算很优秀了 所以就是我们 绝大多数台湾工程师 很大很大的挑战 所以也因为呢 你一直在 变换城市员 变换平台 变换需求 所以导致呢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把correct 这一层做好 这一层呢 比你想象中难很多 你会考虑到边界情况 然后呢 就算呢 别人修改到城市码 修改了输入之后呢 主体的行为 是不是可以符合预期 这是一个超级难的问题 好 那 我们在这本课呢 当然会让你体会到 其实第一座的作业 就让你体会到 就是从测验体 跟作业就可以体会到 要做到correct 这有多难 还记得刚才那个 绝对值那个预算 对不对 你就是 你做这个绝对值的预算之后呢 你就发现什么 某一个输入 就是把一个最小的整数 带进去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得到一个什么 非预期的答案 这个要解释呢 就要翻出西元规格书 翻出 翻出这个GCC 翻出Glibc的手册 然后呢 引经据点的去了解 就是他的这个规范 去揣摩 背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好 做到这一层之后 主要 你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一层呢 你超越绝大多数台湾的工程师 再讲一次 不是我们要自台省下 不是 而是我刚才讲过 我们台湾工程师 现在的很大困境 就是一天到晚换 换层次元 换目标 换不同的标的 好 然后呢 Carrate这一层做完之后呢 你已经超越绝大多数台湾工程师之后呢 还不够 你要往上提升 其实是什么 那能够因应这种不同的输入 可以攻击 能够确保出层次依旧能够正确 这个很难 那当然 小安定士科统 你一定是吧 就睡上那一层 就自我实现 就是满足刚才讲的一大堆问题之后呢 能不能在日后呢 可以软体可以重用 这个是我希望呢 我们在这么个课呢 可以有机会开始想 当然 要做到这些事还是很难 说真的我也没有这个资格教你 因为我做的工程还是很有限的 但是就是说 我做的工程跟着我的参与 不要说我 逃互产业二十几年 但是说真的 我必须甚至告诉你 这方面呢 这是值得学一辈子的诗 那当然我就边学 边跟你分享 然后 我希望你拿这张图 就是这个 修改过的这个马斯洛 这个金字塔理论 来要求自己 看看自己在哪里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动头脑 来想想看 想想看小问题 好 那这边呢 就是利扣风格的题目 这边的题目呢 就 这是利扣原题 利扣风格的题目 不是原题 就是利扣题目有很多变化 那但是其中有一种题目 就像这种 就是说呢 我今天这个书 这个程式要做事很简单 就是我今天输一个2跟10 然后呢 只要是2的倍数呢 我就把它印出来 所以那起来就 2 4 6 8 10 然后呢 这个把这个 10 10的倍数把它印出来 就是利扣这种题目风格 不过字体不一样 字体的 不同的题目 这题是什么呢 这题就是说呢 我今天给你一个 比方说 这个2跟5 找出它的倍数 然后它是有个范围 对吧 这有个范围 那我已经 就是 这边呢 它的要求呢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注意到这个什么 空间复杂度 有没有 空间复杂度 所以呢 我今天要找出2的倍数 10的倍数 这个东西呢 要考虑到空间复杂度 那这个 你想 你看到题目觉得很无聊 对不对 但是呢 恰恰也好 因为它很无聊 可以彰显多人写程式的盲点 好 那你想 我是不是可以建一个阵列 阵列呢 就干嘛 就是从这个起始的数值 比方说5 然后终点呢 如果是 抱歉 起始是2 终点是5 好 那我就一个阵列 好 就把这个 2 3 4 5 对不对 好 一路就观察说呢 我把这个 就是看它是不是2的倍数 5的倍数 好 我就 我就去 检查 好 那检查之后呢 我就把 我就把形进去 好 一开始这样做 好 那显然呢 这个做法呢 就很浪费空间 为什么 因为呢 你要从2到5嘛 好 或是从2到10 对不对 你不需要呢 建一个阵列是 index从0开始 不需要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什么 你可以从那个 你可以 index还可以从0开始 但是把它范围缩小 就是我不需要从那个 012 0跟1我不用管嘛 我只要管那个 2 3 4 5 对不对 这个是个数值 好 然后呢 但是呢 这还是浪费空间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从来要存的东西 就0跟1嘛 那你呢 你用一个整数 去表示0跟1 对不对 整数需要几个byte 整数呢 在64为人的架构 常见的空间的使用 使用就会使用4个byte 你用4个byte 去记录0跟1 是不是显然是浪费 所以呢 我们呢 写出如果画面中的一段程式码呢 就是个悲哀 主要 这个程式码呢 不是参考解的嘛 就是你在Liko呢 可能看到别人的解法 Liko很容易就会遇到那个 Liko会遇到那个 人家把程式码张集出来 感谢人家的奉献 感谢人家的分享 但主要 如果你写程式码写成这样子 我能跟人讲 这叫悲哀 悲哀的地方在什么呢 浪费空间 你说哎呦 我把空间缩小了 是浪费吗 因为你用四个byte 去描述0跟1 这就浪费 好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去判断2的倍数 跟5的倍数呢 也是个悲哀 你用个modular 最大modular是一个很重的成本 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 加法 减法 还有这个乘法 其实他的 他的这个 CPU cycle数量呢 相对是小的 就是在现代的这个 现代处理器啊 比方说这个 像我 像我这个 这个硬体啊 它就是on的处理器 像我最近在做无人机嘛 所以像我们这边是 无人飞 无人飞行器的 启动一个元件 像这里面呢 也是用on的处理器 就是 无人机里面那个 装那个镜头的 就是镜头我们要做这个 这叫gimbo嘛 就是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 yolo pitch 不同轴位的这个 运动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控制这个 控制这些演算法 控制这些程式执行呢 也是需要一个on的处理器 然后呢 像刚才讲的on的处理器啦 或是这个 你现在用的这个intel intel s86 用的这些系列处理器 或是apple silicon 就像makebook air M1啦 M2啦 M4 这些apple silicon的这个电脑 里面用的on的处理器 它背后呢 它的这个加法跟 跟减法 它的CPU cycle呢 就是一般来说 它都会调整成 已经设定成1了 就是说 它的CPU周期呢 其实都做得很短 但是呢 除法不是 module本身 最重要啊 取数本身就是除法 所以就是除法也好 module也好 它的需要的CPU cycle数量呢 可能会很多 就是呢 它至少至少都需要7个cycle 在某些状况下呢 可能需要十几个cycle 所以我刚才讲的 这就是悲哀 要去找出一个数值呢 它是2的倍数 还是5的倍数 其实呢 根本就不需要用的module了 你不需要耗费几十个周期 在做2的倍数跟5的倍数 你有别的方法可以做 这是刚才讲悲哀 所以看到 这段程式嘛 如果你写出来 就是对什么 对我们这个 所处的世界 是这样 是不健康的 请你想看我们的下一代 有没有看到我女儿 你想看我们下一代 如果我们的工程师 写出的程式 是如此的没有效率 如此浪费 这个世界的资源 对不对 想看我们高等教育 教出来学生 如果写出这种等级的程式嘛 就是悲哀 好 好 那我们跟你讲 怎么做出不悲哀的事情 首先呢 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对不对 就是说呢 我们资料的储存 一定要有它的效率 对吧 所以我们就想 我能不能呢 避免用四个byte 去表示零跟一 我可不可以呢 给你几个byte 比方说给你一个byte 它一个byte有几个bit 有八个bit 那我就可以表示 八个是吧 就是八个数字 对吧 八个数字 它是不是二跟五的倍数 对吧 我显然 我就大幅缩小的空间 对吧 请你记住下一代 我们应该为下一代 谋取更好的 更好的生存空间 这是我们 这一辈人的责任 尤其我想 大家有小孩之后 请你想想看 我们写出 优雅 安全 客都 还有什么 利他的城市码 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我们生命的人 为了我们下一代 请你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我希望你有责任感 去面对 这个城市码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显然呢 你就要去思考 去想 我要怎么更 写出 对空间更友善的城市码 所以你就需要 刚才讲的byte是操作 byte是end byte是over 诸词类这些byte的操作 那这种课呢 也会大量去使用 那注意到 在linux课呢 里面有大量byte操作的部分 请注意到这个 好 那它产生城市码会是这样 就显然呢 这个城市码 跟刚才长起来 就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准备一些 一些所谓的help function 就是一些工具用的 就是为了要做到 刚才做的事情的 一些辅助的 韩式 那这就 显然就没用好读了 所以我们加一些注解 但是呢 注意到 linux kernel里面 很多城市码 就长得这种风格 所以注意到 你不需要 贸然去看 这个linux kernel 但是你需要 把自己的素养提升 linux核心的开发者 它假设什么 它假设你呢 对西元的掌握度很高 它假设呢 你对于那些 电脑科学的掌握度很高 所以写出来城市码呢 当然它也 它也假设你对这些空间的使用率 对于这些经典的问题 有很高的掌握度 所以 有时候你就在linux kernel 看到长得这负责性的城市码 它是没注解的 好了 不相信自己来找 来来来来 给你欣赏一下 第一个课桶 好 呃 我们就来找这个 来找什么 找这个 好 找个位移 好了 那找这个位移啊 对呗 好 随便看一段吧 好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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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ktrace 好来 这一段 课桶H 诶 在哪里 是不是打错了 哦 它是tracing tracing map tracing tracing map 好 那你看哦 显然这段城市码 对不对 它的注决在哪里 它注决在底下 对不对 然后 好 那上面呢 这段城市码 你就很多地方搞不懂了 它这位移 这个位移什么鬼 这个map跟map 到底什么关系 你看 Kernel开发者 它假设你都懂啊 它假设呢 你可以按图 按图锁机 它假设你对于 本职学能 它对于 它假设你对于 这些理论 而且有丰富的开发经验 所以它显示城市码 主要这段城市码 是很美的城市码 但是对不起 此时此刻你还不配 去感受它的美 但是没关系 我们在这本课 就需要引导你 了解它的美 了解它解决什么问题 找出进一步提升 或者进一步运用这段城市码 解决同类型 或是未来 层出不穷的技术挑战 我希望你有这样的能力 视野 注意到这段城市码 显然它对空间使用率 更高 它从原本是byte level 变成beat level 所以它有更高的空间使用效率 但是很不信 module 还是一个硬伤 就像刚刚讲的 我要去检查一个数值 它到底是2的倍数 还是5的倍数 你根本就不需要做module 你根本不需要做出法 你是不需要做出法 不需要做这样判断 你是可以做完的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之后的题目 你可以来先想看这件事怎么做 不依赖处法 不依赖module operator 要怎么判断一个数字是2的倍数 还是5的倍数 然后我们这门课也很重视编译器的最佳化 最大的 我们不是要叫你写出最佳化编译器 而是你要了解现代编译器做到什么程度 知道现代编译器能够做什么事之后 我们要找出它可能的潜在陷阱 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的 然后如果你学习程式的编译器 停留在语法 你对于编译器 植译器 相对应的执行环境 如果你没有深入的了解 会事半功倍 你看 这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有个C++的词词码 然后你看到这段词词码 说 这词词不会执行 就是一个无穷毁拳 然后一个悲剧是什么 当你打开最佳化的时候 它是印得出来的 对不对 跟我一起来 对不对 一起扑一下 对不对 圣经喝了水 你说怎么可能 这段词词码不就是无穷毁拳 你自己去执行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有什么呢 编译器最佳化 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子 对不对 你想象中的吧 就是说 打开编译器最佳化 就产生更好的词词码 不是 背后是有陷阱的 这就是我希望大家理解的 好 然后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就是Linus Twas 他对GCC也是什么 也是很熟的 Linus Twas 好 那比方说Linus Twas呢 他对GCC很熟 我怎么知道他很熟呢 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 GCC.no 去看他的过去讨论 然后你可以看说Linus Twas呢 三不时就跟你讲什么 三不时他 你看 这是GCC的论坛 三不时就说 哎呦 你们GCC有什么东西干搞烂的 我开发课很生气 就是叫你给我认真一点 你看这个讨论有多少 之前Google搜寻呢 会把那个搜寻结果印出来 好 但后来就不应了 我这件事有点可惜啦 就是如果你知道 要怎么把Google搜寻的结果印出来 你告诉我 因为我写报告用得到 再两次 就是之前Google搜寻 会把搜寻结果的数量印出来 但是Google最近改版之后呢 就不可能数字印出来 因为我最近要写一个报告 写一份论文 跟这件事有点关联 所以如果说你知道 怎么让这个Google搜寻的搜寻结果 印出来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通知我 因为这样可以解救我的论文 我刚才讲过 我很少写论文 但是就是你懂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怕人家觉得说 哎呀 某某人就只会实作很强 理论是白痴 所以我为了要摆脱呢 我让人家觉得我没那么白痴 就是我让人家知道 说我大概是大学生的程度 所以我就只好去写论文 但我写论文刚刚需要这些统计数字 那可以看到 从这些搜寻结果 你可以知道 Linus Thomas 研究GCC很久了 他不只是Linus Kernel的大神 对不对 你会发现他什么 哇天哪 他对GCC是什么 是很熟 而且很多怨念的 就是他可以指数开发者 哪里陈志玛没写好 甚至他也送过Patch 他也贡献过GCC 注意一下这件事 对于Kernel开发是很常见的事情 路见不平 拿Patch来填 所以我希望你了解到 就是说在现代的讲话 最佳化编辑器 编辑器最佳化 这个境内挑战非常巨大 好 那这边简单讲一下 编辑器最佳化的原理 显然这个 做了几十年东西 不可能一下就讲完了 我就讲一些简单的事情 就是像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程式码 长得像这样 然后通常 我们会把 就是在现代的编辑器 会把它转成一个中间的形态 这个IR 就是一个中间的表示式 然后中间表示式 它就用一些比较低阶的方式去表达 类似像这样 甚至是像这样 就是一个比较低阶的方式去表达 表达是这样 然后最终会把它产成机械码 像这样的一个机械码 然后中间的形式 跟最终形式会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异 像我们在最终的产生的机械码 它可能会有什么 它会有不同的处理器架构 它会有ON的架构 会有MIPS的架构 会有SAT6的架构 处理此类这些架构 而且呢 我们会有不同的执行环境的需求 比方说同样是Intel的处理器 上面可以执行Linux 上面可以执行Windows 显然的针对Linux的程式 针对Windows的程式 这个程式原则上应该是不会互通的 对吧 就是 对吧 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作业系统 那所以呢 这个在最终最终阶段 产生出来的程式码 要考虑到CPU的行为 CPU的特性 要考虑到作业系统 作业环境的特性 这是最终最终的 那中间表示是 就可以暂时不管 也就是说你可以专注在程式的表达 表达什么 表达这个Fall回圈 Fall回圈 表达这一个Function code 表达这一个物件操作 诸如此类的东西 是中间形式的 那我们最佳化呢 往往呢 是做在中间形式的 就说呢 IR会做 中间会做好几道最佳化操作 然后呢 在产生最终的这个 我们称为叫Target 就是最终的标的架构的时候 还会继续再做 一系列最佳化 然后 但是呢 IR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所以我们先关注在IR本身 然后呢 在IR本身呢 就有很多策略啊 比方说呢 发现什么 发现呢 我今天呢 就会怎么 就会 就会 做 做20×50的操作 每次呢 都是20×50 或是说20×50 诸如此类这种操作 就发现很多时候都在做什么 都在做常数的操作 对吧 那或者相当操作 20×50加80 这个东西呢 算一次 是1080 算两次是1080 算三次也是1080 算100次 1万次还是1080 所以这些是完全没有必要在执行的时候算 在编译的时候就可以算 所以这东西叫Constant Folding 很强吗 所以这还是基本款 就是任何有强度的编译器都该 都该做到这些事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然后呢 甚至还可以就做推理 像这个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段程式码呢 如果你做完最佳化之后呢 它会得到右边的程式码 虽然你可能看不懂右边在干嘛 但是呢 想知道吧 原本程式码是很复杂的 右边程式码变得很短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会去推论 就编译器找出规则了 就是X的数值不管是什么 它最后结果就是 222X加上282 它已经找出规则了 所以呢 能够搭配前面Constant Folding 然后再把这个推论推论出来 这叫Constant Propagation 注意到这是任何一个有强度的编译器 都该做到的事情 这不是什么人工智慧 你以为这东西需要Challenge GBT来做 不是 就是在几十年前的编译器都该做到这个等级了 做不到就可以去死一死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呢 这也是可以说明我们现在大学教育悲哀 像本系 就是我们成功大学资讯工程系 我们大学部的课程有叫什么 叫编译系统 编译系统当然要教你怎么做出编译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你做出编译器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就几十年前的编译器都该做到的事情 你在这个世纪 在今年修的编译系统 你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往往是做不到的 这是刚才讲 你可以去死一死了 最后这不是什么开门笑话的 你要想几十年前就可以做到事情 我们在大学课程为什么不做 这就是悲哀 因为怕大家不能毕业 怕大家在低卡上面 在TD上说 课程很GY 但是 你想 如果一个大学课程开设在21世纪 让学生连几十年前能够掌握的事都做不到 那我们要怎么何德何能去掌握资讯科技的脉头 所以很多时候呢 是我们这些什么 不是学校只教理论 是学校只教软式子 欺骗各位 然后大家骗久了就以为 自己什么 飘飘蓝 自己看成绩单就觉得 哎呦我努力了 但是你 扪心自问 你只看了几千万行城市马 里面哪一段是你的 哪怕是一行都没有 这就是一个悲哀 不是说你不贡献科技 不是说贡献科技有多了不起 不要误会了 就是说你明明这就是发挥你在这个时代影响力的很好机会 你这个时代不需要去走上街头 你只要敲键盘 就可以影响 对不对 你去敲键盘就可以接壁 你敲键盘就可以去建立人跟人的连结 你敲键盘就可以把自己的专业展现给世界各地 把自己的专业应用到世界各地 你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伺服器 火星探测号 Space的火箭 Space的火箭控制系统 然后巴然说像什么一些什么 甚至连一些军用的设施 一些这个像美国那个导弹控制系统 里面也是用到这个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我希望尤其各位 你自己 注册为一个资讯工程系 奠基工程系的学生 一定要把Linus当做一回事 不说Linus有多么重要 而是他就是资讯科技的缩影 你不能在学生阶段做出什么贡献 不能在学生阶段掌握的话 你何德何能去说服人家日后 付钱给你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 好 希望你要想这一次 好 那所以呢 注意到编译器最强化呢 他有就一系列这种策略 那注意到 这东西只是我们列出几个常见的 然后所以编辑会做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接着可以解释一个小小小事情 什么小事情 为什么这东西最佳化之后会 会得到跟你想象不同的结果 跟下面讲的最佳化有关 就是有个东西叫stress reduction 就是说呢 在这个编辑会去侦测 侦测说呢 侦测说一段层次码 然后他会把一些强度降低 就是原本呢 他会需要用惩罚的 然后就就会把它改成加法 那如果原本需要除法 就把它改成惩罚 那因为呢 呃 惩罚的成本 远远小于 惩罚的成本远远小于除法 然后呢 加法的成本 很可能会比一般的 那个惩罚的成本来得低 注意到很可能是 有些平台 例如说像 像我现在用的这个平台很酷 就在某些状况下呢 他的惩罚 跟加法 在某些数值范围内 他的惩罚跟加法 的CPU cycle数量是一样的 也就是一个cycle可以完成 那 但是呢 不管怎样呢 这样子做 终于他有效益了 好 也因为这个stress reduction 让刚刚那段程式法发生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编译器呢 就会假设什么事情 编译器就会假设呢 你 你既然呢 都要做一些 无止境的等待 那我不如就把它消除掉 注意到 就是这个也是一种stress reduction的一个方式 然后他就是比较激进的 就他会问说 哎 这样程式不该存在 那你说 那我偏要让这个程式做到无穷灰圈 可不可以 可以 那就是 你就要有一些额外提示 这我们之后上课会讲 就是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 呃 关键字 一些关键 一些方法去提示说 哎 请你编译器不要太假会 做这些很厉害的最佳话 好 请你乖乖给我产生神势嘛 嗯 好 所以我讲这些东西 只是跟你讲说呢 编译器的最佳话 已经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了 好 而且它是会有风险的 那为什么Linux Watts 要对GCC做出贡献 为什么要关注GCC的发展 也是因为 他在开发Linux Quorum的过程中 就面对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 好 好 这个 这我们之后还会有个讲座 专门在探讨的一个编译器最佳话 好 然后 呃 对 这个讲座 就是你所不到西元 的编译器和最佳话原理篇 好 我们就去特别探讨 好 那这个你可以参加 参加这个 共笔 还有他的这个 讲解的录影 一般来说讲解录影会比较旧 就是你看 我这个讲解录影停留在 2027年 那这个内容还一直在改变 你看这个2024年1月 好 我还在更新里面内容 所以你可以先 呃 你可以这样做 好 就是先 呃 看这个录影 看我的讲解 好 看完讲解之后 再把这个教材看一次 好 那你该阅读的材料 我都先帮你找好了 好 所以就是你可以去阅读里面的材料 好 那当然如果说你终于遇到一些 我写错的地方 好 那就路见不平 好 直接直接动手改 好 那如果说你需要讨论的话呢 欢迎利用这个课程讨论区 好 就是我们在这个 课程说明里面有提到这个 我们有讨论区 好 这边好 一个 一个讨论区 好 那当然现在 呃 主要都是我在发言 好 就是因为 还没开始 好 那就是主要 就是我们的课程 即将要开始 好 那 所以我主要都还是我在发言 好 但是如果说你有相关提问 好 欢迎来 善用这个这个管道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只是跟你讲说的 编续区最后跟你想的 会不一样 好 它可能会有一些 陷阱 而且这些陷阱呢 在 某些场景会变得更严重 好 比方concurrent 好 就是这种并行 好 那对案把他翻译成这个 呃 对案把他翻译成这个 那个 并发 好 不管你想并行也好 或者讲并发也好 好 这些 疑虑呢 是会很大的 也就说呢 呃 我们讲这些并发 并行 这些concurrent的程式呢 它本来就难了 然后编续区又会做最佳化 所以你看原本想写出 要写出一个并行 写出一个平显程式就很难了 好 然后呢 编续区只要做了最佳化 可能会跟你想的会不一样 好 像这种东西 注意到 这个不能念成A等于B了 这个不是啊 这是assign A assign B to A 就把B的结果指派到A 主要不要讲负值 负值也是错的词 就是 的确很多人讲负值 但是那是错的 你自己去查那个字典 去查负 负这个字的意思 跟值的意思 然后就是以汉语来讲 现代汉语呢 应该是什么 把B的值指派到A 宁可多讲 不要讲负值 而且你讲负值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 是assign还是negative 你说 没有人搞错 你去面试场合 看看有没有人会听错 你说负值 A负值 A负值是什么意思 A是负的数值吗 所以不要造成ambiguous 讲话讲清楚 宁可多讲字 不要的 没有必要的 的缩写 很多时候呢 没有必要的缩写 会导致什么 导致你要花更多时间 去解释 好 所以这个东西 跟我念一次 把B指派到A 把B指派到A 这么单调 这么无聊的一个叙述 它的难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它会先做load 对吧 你要先把这个B的值读出来 把B的值读出来之后呢 要把它写回到 写进到A 所以你会做load跟store 那请问呢 是先做load 还是先做store 你说废话 当然是把B的东西宰住 再做store 错 再讲这 你会觉得理所当然是 一定是先读出B的值 然后再去写A 你说怎么可能会点倒 就是会点倒 注意啦 这件事呢 已经跟你想的不一样了 好 觉得我在唬烂的人呢 来来来 你下去来看 来来来 menu order 最大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menu order问题 的确呢 在现代的处理器 现代编译器 的确有可能会造成的 造成刚才那段程式吧 有可能会这样 会先做store 就现代编译器 现代的处理器 现代为处理器呢 它可能会先做store 再做load 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 这是所谓的menu order 然后所以这件事呢 其实它做的事情超乎许多的预料了 所以注意到现代电脑跟你过去看东西 真的是很不一样 休息一下 呃 2点 我休息一下 休息到 2点 3度 好 有个刚刚同学问到一个有趣问题啊 顺便回答一下啊 就是这个西元 它的不断的眼镜 其实它的 你也不用太焦虑啊 就是说 其实它改变的很慢啊 对不对 它不是讲那个C99 1999的西元的标准 然后C11 就是2011年 那最新的话叫C23 然后呢 这个 你的问题可能是讲那个 后面的规格是向前向的 这边呢 我讲一个这个 岔开讲一个有趣的现象 一直到C23 就西元2023年的规格 才确立 它是使用二捕术系统 或是那个 中国叫什么 叫捕马系统 你看这就是二捕术 你不觉得说 这不是大学一年级 或者是那个高中 高中什么 计算机概论这种课 就学过了 对吧 就是或是你 或是你 跟优秀 可能国中开始就学了 对吧 二捕术系统 就是你要想 西元的标准一直到 2023年 才确立所有的电脑 才假设 所有电脑都是二捕术系统 那你说 那请问那之前的 C11 C99是什么 C11跟C99 他们那个因为时空的关系 所以他当时呢 他不能假设所有电脑 都是二捕术系统 他会假设当时系统 有可能有 有一捕术 也有那个什么 也有二捕术 还更加更酷的 就是一个byte 等于八个bit 你会觉得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我先不讲说 为什么他是这样定义 这不是数学推算出来 一个byte等于八个bit 是定义 是工程上的定义 不是数学推论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其实到了 也是到了2023年的C23 才确立 它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情 也就是说呢 在西元规格术呢 他发展的时候呢 他假设有些系统 他一个byte 不是八个bit 你会觉得说 我脑袋在想什么 对 就是有这种事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呢 西元 他虽然是 显然他是标准化的产物 但是所谓的标准化 他是要运用在不同的情境 他背后有不同的 作为系统的 编辑器的供应商 他会有不同的场景 然后所以所谓的相容呢 其实是这样的 他是要被credify 就是说要去澄清的 所以有些东西 他不可能相信相容的 所以就像讲的 像西一里面呢 他有些描述是针对 一补数系统 二补数系统 或者就是刚才讲 反马 就中国的术语叫反马 跟那个补马 那这个东西呢 在西11 他是同时考虑的这件事 而且在西11的时候呢 他可能在一个byte 不是bug bits 这东西呢 在西23的时候 终于做credify 就是说 我就把它澄清 就是说 就跟上时代 就是说过去那些都是legacy的东西 我不管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会相容 所以显然注意好 这是为什么你要读书 你不读书 不会知道这件事 或者 你不读书 只听我讲 你没有验证 我讲东西是对的 我讲的可能是错的 所以为什么课程 我一直修订 因为有时候我就会讲错 但是没关系 你可以知道我讲错 你可以参考第一手材料 知道我讲错 那就表示你成长了 最后我不是故意要讲错的 很难讲说 很难保证每一边讲到对的 有时候是我的素师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资讯科技产业 实在是变化太快了 好 然后呢 就像前面讲的 这个社会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 举例来说2017年 2017年底下有那时候新闻 如果说你发现那个客人教材的一些超连结 像这种超连结 如果是失效 请你告诉我 或是如果你有权限改的话 就当场改 然后呢 就是2017年的时候 这个iPhone 发表iPhone X 应该是吧 应该是iPhone X 就反正就是iPhone X 跟iPhone 7 iPhone 10的单核效能 很有趣 你看在2017年 它的单核效能已经超越什么 超越MacBook Pro 就是说呢 在2017年开始 iPhone的旗舰级手机 已经超越它的中高阶的一个什么 中高阶的笔记型电脑的产品 所以就是 就是那个 你会认为说笔记型电脑效能 应该比手机好 过去你可能一直认为这样 抱歉 在2017年开始就不是这样了 然后呢 那么厉害 为什么呢 好 这你要怎么解释 你除了说 Apple好棒棒以外 你会说 Apple就是自己的处理器设计 就自己处理器都自己设计 它好棒棒 你就只能讲过话 可是你这句话 文主的学生也会讲啊 对不对 不要说文主啊 你问高中生 他也会说 Apple就是都是自己设计的 就是一个字 赞 只有iPhone 我只用iPhone 对不对 Android是垃圾 可是我讲 如何解释 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 竟然优于 单核的性能竟然优于什么 笔记型电脑 要怎么解释这件事 这个难啊 对不对 你说Apple故意的 但是同个时期的 HP Dale 他们出的笔记型电脑 你可以去比较看看 那其实呢 那个iPhone 其实也是超越的 所以你要看 这个东西怎么解释 你想想看 你辛辛苦苦考上电机系 辛辛苦苦考上职工系 你上了那么多课 却没办法解释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你说 那是商业公司做的事情 好 问题来 你要怎么拿自己的专业 去解释商业公司 他们做的这个 这个进展 到底 iPhone里面的这个 Apple 他的这个 Apple的处理器 他好像做对什么事 能够大幅提升性能 又可以那么省电 这怎么做到的 所以我希望呢 你要有这个警觉心 一样是警觉 因为关于刚来的提问 你的答案可能跟高中生 可能跟那些文组学生 就那些念历史系的 那些念中文系 那些念台文系的 你可能跟他们回答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Apple好棒棒 你有办法从CPU排床的设计 去讲Super Scaler Super Scaler 你可以去讲说的 他里面内部 就是他里面的In order 或是说讲他的这个 比方说他的那个Dynamic 反正你看我讲的 大堆数理 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鬼 你能不能从这个个别面向 去探讨 现代处理器的特性 往往是做不到的 可是你明明就修过了什么课 你明明就修过计算机组织 Computer Organization 你甚至可能修过 Computer Architecture 你就修过这一课 但是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那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了解的 这就是这个世界不一定 等你往前走 什么不懂就往前走 唉 这个世界不会等你 像这个 你看 这个报道我就不念了 这个报道呢 你除了讲Apple好棒棒以外 如何解释CPU为什么要6核 你说CPU核数越多越好 没有 CPU核数不是越多越好 那为什么CPU它是6核 为什么6核 为什么NPU是8核 你说那就是Apple的设计 注意到它有它考量 你可不可以从工程考量告诉我 为什么它要挑6核 6加4加8的组合 注意到这个东西是有考虑因素的 是上面有考虑 还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就是你看 但是问题是有多少人 可以解释这件事 你说报纸上的报道 就只有写这件事 我们要解释 不不不 其实这件事是有办法解释的 而且你只要对计算机结构 有足够认知 你有真正有参与的CPU设计 你应该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反之大部分的资工系 DNA机系的学生 遇到这个就只能 Apple好棒棒 所以你看 你在那边读书就是一个 看到这个报道之后 其实我希望大家就要警觉 你不要只是跟着别人说 Apple好棒棒 Apple棒的地方 你能够讲得出来 这才是谁 起开始而已 对不对 不然说真的 你来这边干嘛 不就希望有个专业 好 一样的 这个东西我就不讲了 就是说这东西 这东西 今天这些多核的议题 就是很复杂 但是面对多核处理器 你没有选择 你只能接受 二十几年前 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 这些多核处理器 当时的老师们 都是说这是未来 今天这不是未来 这是基本款 你每天触碰你的Apple Watch 你的iPhone Android手机 甚至一些很小的 很小的小东西 像一些小的装置 像你加一些什么 无线网路的一些 分享器 他们其实都已经多核了 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在你身边 大量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个多核系统 但是你几乎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他也要做这样考量 而且呢 你更难说什么 更难说他背后 他的作业系统 如何去支援多核 单核跟多核 不是说CPU的数量变多 就叫多核 对吧 我今天叫一个学生去做事 跟两个学生去做事 不可能说叫了两个学生 或者说你齐某专题 一个人做 两个人做 四个人做 那你以为四个人做 就一定比一个人做的好 屁 怎么可能 你自己都知道 四个人做有可能做 比一个人做还糟 这个不是说人变多 就像多核 不是啊 人变多 他不会变得快的 所以如果做到 CPU处理器数量变多 功耗还可以降低 How How 所以我希望你问那个 你看这些报道 你真的要有警觉 我希望你真的要警觉 尤其读电机资讯的学生 你在此时此刻看不懂 尤其你研究生 你现在是硕一 硕二 此时此刻你看这些报道 看不懂 讲不出所以来 我刚才问题 一个都不能回答 你以为你毕业当天就会懂了吗 屁 怎么可能 所以就是这些东西都需要素养 我希望你把它当到一回事 就真正想 就是我们今天做参与 投入这个资讯科技产业 就该是这样 做这些引领潮流的事情 就是该搞清楚科技前沿在做什么事 那么做到科技前沿是一回事 但至少能够解释科技发生的这种 最前沿 我们这个叫Bringing Edge 就是最新技术 到底他往哪个方向走 你要讲得出所以来 好 那这边就是费曼 李查费曼 李查费曼的物理学家 他在过世的时候 后人整理他的办公室 他有两句话 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欢这句话 就是什么 我不能创造的东西 就是我不懂的 这句话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其实想讲很关键的 对吧 像我刚刚问你 刚刚问你 AVL3 他需要做 平均需要做几次旋转 这是可以数学可以推论的 但是这个就是怎么推论 不是说呢 你先画一个AVL3 或者画一个 那个 红黑数 然后画了之后呢 然后你去算 他转了7次 或者画另外一个说 转了13次 所以这个7啊13啊 然后你就说 我就找这个规定 不是 这有背后有一大堆分析的 对吧 有一大堆数学分析 这就是刚刚讲理论的地方 然后呢 你能不能自己干出一棵红黑树 AVL3 对不对 这是创造 那创造还不够 还要improve 我们在今天的时代 光有创造是不够的 任何人在今天几乎都可以画图 对不对 那画了图有人看吗 看了之后呢 有没有怎样 对你的创作有共鸣 对不对 这才是难的地方嘛 不是说你会不会画 但是呢 我们的资金教育很悲哀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资金教育很悲哀的地方是 不注重矿造 资金教育关键就是创造 这个创造不是说呢 用个Arduino做一个东西 灯会亮闪一闪 就好棒棒 那国中生是可以的 高中生是可以的 但大学是远远是不能这样 对不对 高中生 国中生都会做事 你大学还 当然还要会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应该走得更远 我们尤其是做这一个专业 我选择资讯科技作为专业的时候呢 我就让我创造 我创造东西呢 是要怎样 是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要让同僚 你的同僚同行 或是在这个领域的专家 能够认可的 这就是我们在资金科技改足的事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吧 那我讲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吧 但是你过往有没有把这样的东西当过一回事 你就是没有当一回事 才才会看到这种新闻 就没有感觉 讲不出所以来 为什么他会快 他快是因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他你把当一回事 你只是Apple好棒棒 你只是做了国中生都会做的事情 Apple好棒棒 买一只iPhone好棒棒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这段课 我们就真的要去实践 创造 然后这段课呢 我们也会去探讨像 Aun或是Risk-by 甚至Risk-by这样处理器 然后Aun是不能忽略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花点时间来探讨 Aun的处理器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Aun的处理器的年纪 跟Lin's kernel 几乎是同个年纪的 就是Aun的1991年 然后那个Lin's kernel也是 抱歉 Aun是1990 然后那个Lin's kernel是1991 就是同个时间的 几乎可以说同一个时间的 然后呢 现在发展是很惊人的 最大好 这个数据是很旧的数据 就是我很久没有更新这页了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更新 因为那个量太惊人了 就是像有些数字会讲到一个50个Billion 你要知道英语的那个Billion是什么 英语的Billion是10亿 50个Billion就是500亿 然后这个数字可能一直在加 然后就是这个 自己找自己 Aun20Billion 不是说他营收Billion的吗 是Aun 那一件Aun的装置的 已经超过50个Billion 我都不知道我在看什么鬼的 就是这个什么 不是股价 主要这个数字变化很大 Nest 50Billion 这个你看2014年的新闻 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变化多大 所以我就不更新了 好 anyway 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说这背后获得商业上巨大成功之余 其实你可以看到里面很多装置的 自信的Linus 像刚刚讲的Android手机 就是一个例子 然后不止 其实像电视 就是智慧电视 然后伺服器 其实有些也是用Aun的晶片 那Linus 他已经借满32岁 从1991年到现在 是32吗 抱歉 33 忘记改 33 33 为什么33 32了 抱歉 投运了 投运了 今年是2024 2024 对 对 对 没错 有时候上课讲讲就是激动 对不对 作为一个单口相声 单口相声演员 对不对 讲多的东西会有歌有共鸣 我觉得很难 对不对 有人就问说 我上课有没有直播 其实有没有直播 有没有录影 你自己找到就有 对不对 怕有同学不知道我的直播 录影 直播跟录影放在哪里 怕有同学不知道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虽然没什么人在看哪里 但是就是 我有空我就更新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就常常会问这个吧 但说真的 我把录影又怎样 有多少东西会对你有启发 我 我有很大的疑惑 对不对 但是不管怎样 我还是尽量做了 就是做我该做的事 好 然后呢 Linux Kernel 这个很惊人 前面讲过 它的原始程式码的行数 已经超越了 3700万 好了 每天增加5000行 然后每小时呢 有8个修补 不是8行的吧 是8个修补 可能会有 里面会有几十行 几百行 几千行 几万行 都有可能 然后每10到12周呢 会有新版 新的大改版 不是小的改版 然后现在有超越 然后现在有超越 13000位的开发人员贡献 主要这个数据 后面那些数据 可能也是旧的 就是照之前Linux基金会的统计 那这个应用范围就很广 像这个火箭的控制系统 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 前瞻火箭研究计划 就ARK 那你可以关注 那这个ARK里面呢 我们也是使用 使用Linux来做火箭控制 那我们之后会讲一些例子 像什么火箭探测号啦 那娱乐设备都不用讲 伺服器呢 伺服器跟超级电脑 尤其超级电脑 超级电脑的话 从2017年开始 Linux是百之百的市占 也就是每一台超级电脑 从2017年开始 排名前500名的超级电脑 全部都跑Linux 所以呢 你学Linux呢 至少我今天不在吹捧什么Linux 多么好棒棒 不是啊 请你不要搞错了 我是希望你站在一个什么 站在一个资讯工程系 电机工程系 或者有志于在资讯科技产业的人来讲 你学Linux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吧 一个作业系统在一个很关键的领域 超级电脑这个领域 对吧 他是百之百施占 你是不是该学 本该如此 所以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本该如此 而且要怎么说明你有专业 不过就是拿这些东西来说明你的专业 绝对不是拿什么成绩单 不知道讲你什么专业才看成绩单 假设有一个人60岁还在一天到晚把台大一课刮在嘴边 这个你就觉得很反感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还是这样 60几岁当过重要的职务了 当然应该是要因为他的作所违背肯定 不是因为他读过台大电器台大医科 好 这边栽入蔡资奥博士 蔡资奥博士说的话 就是面对很多看起来很实用的专业 显然AI很实用 我今天不是说叫你不要去追溯AI 而是你要搞清楚 你的本质上是什么 AI的本质上有一大量数学 你能不能解释AI背后的数学 你能解释就是对本质有了解 不能解释当然就不懂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不是跟你的成绩单有关 而是你能不能解释 能不能在里面做什么事 很多人学AI就是什么 就是PyTorch 又做什么事 好棒棒 那请问PyTorch 它的限制在哪里 好 很多人听到这种话 就很惊讶啊 对吧 就很多人去面试的时候 哦 我用PyTorch做什么研究 我用PyTorch做什么事 然后呢 面对刚刚的问题 PyTorch的限制在哪里 PyTorch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好 我们做一个工程的人 当然要知道说我们所用的框架 所用的工具的限制 对吧 同样学理论也是一样嘛 每个理论它会有一个 它有适用范畴 或者它有一些 不适用的地方 对吧 你学理论这个要搞懂 那但是很多人遇到刚刚的问题 是答不出来的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警讯 你把这个 你有志于这个行业的话 就要这个警讯 好 我们这本课呢 我们对标的就是 资讯科技产业的需求 但是呢 我们做法很特别 就是我们从基础科技开始 我们不是说呢 从这个 让大家花俏写出什么 写出什么Divide Driver 因为很多公司需要Driver的需求 我们还是会写Driver 放心 你第三周就开始写了 放心 我们还是会写 但是呢 除了这个产业需求以外呢 我希望呢 把这一科学训练 怎么去思考 怎么去质疑 怎么去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这种精神我就要有了 然后呢 教育呢 要做什么事情呢 教育就像那个 蔡赵博士说的话 就像健身 学什么事呢 是一回事的 那关键是你有没有办法自主学习 我们呢 为什么一直强调着open source的贡献 你想啊 如果你在学生阶段呢 就可以贡献Ninx Kernel 那因为Ninx Kernel是持续在发展的 所以呢 你过去贡献程式码 可能在某个时间点 你发现不足了 或者其他人发现它不足了 那你是不是势必要继续维护 势必要继续被 被驱策 说我要往前走 可能就是说 你可能解决问题是A 但是它衍生一个B的问题 或是说呢 在旧版GCC它可能没事 在新版GCC呢 它可能会有一些 产生不好的程式码 那你可能 因为你贡献Ninx Kernel之后呢 因为你贡献的时候 都是公开参与的 就是你的email 都会被记录在里面 就Ninx Kernel 你会记录你的名字 然后呢 这一旦有相关程式码改版的时候 你也会被通知 那就是 这些议题呢 所以如果说你有办法贡献程式码 而且呢 跟着上这些Kernel发展的话呢 那你的自主学习能力 当然是不在话下 那我希望我们这么刻 就是把这样的东西当作一个目标 去执行 我不认为贡献Ninx Kernel是多么了不起的 我不会一直拿这个东西来说嘴 我觉得没意思 但是它本该如此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任何一个读过 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应该就是当场能够干出一个红黑素 当场干出一个Abiotree 当场算出Abiotree 平均要旋转多少次 本该如此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任何人都可以计算 Arctangent的积分 本该如此 大学一年级就会的事情 就是 只要你不是生病 就当场可以算得出 Arctangent的积分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情 你看我一个高中毕业生 去面试 也被人问的问题 本该如此的事情 这没有必要拿来说嘴 但是就是 这个自主学习是趋势你在持续成长 关键的事情 好 那这个快速看看 就是说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台湾人对资讯科技的影响力很大 今天还是很大 只是说在高度分工的年代 台湾的影响力就可能 限出在某些区域 让人家想 就是说 在三四十年前 这个电脑 电脑里面的软体 其实大部分的软体 都是来台湾开发的 什么中文系统 文书编辑器 台版城市之类的 有一大堆软体都是台湾开发的 那只有两个部分呢 两个部分是台湾人设计很少的 但是影响很大 台湾人拿两个东西少做 作业系统跟编译器 就有很多应用程式台湾人开发的 但是编译器跟作业系统 很多不是台湾人做的 那也因为呢 台湾人在这种系统软体的掌握度低 所以一旦改版的时候呢 就这样 就重新来了 所以为什么台湾工程师 为什么一直在 刚刚讲的马斯洛那个 三条 马斯洛那个金字塔 为什么 correct 最底层那一层 都很 绝大多数台湾工程师 为什么都 在correct那一层都 没办法突破 没办法站稳脚跟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一天到晚在换不同作业系统 不能换不同的系统 没办法累积专业 这就是我们现在悲哀的地方 唉 好了 这怎么讲了 但是呢 不管怎样呢 就是要打群架 所以我在这边开课呢 也希望可以跟各位来打群架 我们就是真的 解决问题 找到自从到合的 一起来解决问题 那我的策略是这样 就是说 呼应这个陈辉 前任 OpenStack的前任董事 他说过一句话 每天靠在开源 开放原始码的地方发展 每天跟大牛合作 就会牛逼 跟大牛合作 就牛逼 讲得很熟气 但是就实话 你为什么会问东问西 怕人家不用你 因为你就没在赚钱 我就没赚钱 所以我才在那边读书 你可能会讲这种话 但是你明明就知道赚钱的方法 用资讯科技赚钱方法 真的没 就看Google的职缺 Quarkon的职缺 Intel职缺 Meta职缺 他们就讲了什么 他们就列出了职缺 公开的列出什么 他就需要什么样的人 你就专心做人家要的事情 不是很简单事情 不是很好理解的事情 但是要不然投入 Linux核心开发 也是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会把Linux Kernel 做一定的简化 就会把某些地方抽出来 像Linux Kernel的 某些关键程式码 像第一周的作业 他会看到 你会看到Linux Kernel的link list 那就把Linux Kernel的 一部分程式码抽出来 那抽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在里面去琢磨 去探索 甚至找出一些提升的机会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你对Kernel的掌握度更高的时候呢 我们设定一些主题 就是因为Linux Kernel的 九层开发者 是全职的 什么叫全职 就是Google Intel Meta 甚至Microsoft 付钱给这些工程师 全职的开发 你要跟这些全职开发者 竞争的很难 就是所以有些主题我们会找出来 就是我们之后呢 可能大家会比较理解 就我们找一些主题 也是很关键的主题 但是 很多开发者忽略的主题 我们在那边琢磨 所以你在这本课 你会看到说 我们对于什么红黑树啊 Linux Kernel很在意 为什么 因为我就希望 同学们可以在这边 可以做出贡献 然后这个就是很重要 不是说呢 贡献Kernel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而是呢 就是你是被什么 什么自主学习 就是因为柯弄会一直改版 所以你的程式码 只要是柯弄一部分 柯弄在改版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然后就跟着上时代 满足这些需求 那你就会自己 自然而来就变强了 那此外的话呢 我们会借由这个 Linux基金会举办的 各式各样的研讨会 然后我们去发表我们的成果 获取认同知名度 或甚至找到工作机会 对不对 你想就是 在这种场合出现 会有世界各地的工程师 对不对 会有Intel Meta的工程师 他如果很赞同你的想法 就会说 你什么时候毕业啊 对不对 你可能就 可能就有机会拿到offer 对不对 就是毕业前就该 跟这些公司接触 这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本该如此 记住 本该如此 对不对 不然你在那边读书干嘛 对不对 你这读书 你找个地方 你找个地方 顾步之风 那还不如 那还不如不要上课 你到了一个地方 骗自己在学习 骗自己说 我资料结构97分 95分 作业系统97分 那就骗自己 对不对 作业系统需要什么 资料结构需要什么 资料结构应用在哪里 我们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理解 林斯科尔就是很好的切入点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我们 像这个2021年到2023年 有11个同学贡献车数 已经被林斯科尔采纳 这个是小事的 就是 我希望这个数字可以大一点 如果可以到达 可以达到100位的时候 应该就 我应该就有那个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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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正当理由可以退休了 但是距离我退休还有很远 所以我还要再努力 好 最大 这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其实林斯科尔有很多地方可以贡献的 好 然后呢 呃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你开发的软体呢 可能会被 你没想到一般发展 用到 例如说呢 我前几年开发一个专案 叫做SSE to Nian 那这个专案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其实只是要把 Intel 原本针对Intel的 软的程式 转到 On的系统上面 Intel有一个 Extension 就是叫SSE 然后有另外一个叫AVX 你可能都听过 就SSE跟 呃 AVX 它大作所谓SIMD Single Instruction Multiple Data 然后呢 在On呢 上面写来就不会有这样的直径级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转换器 可以把那个SSE 转换成 呃 那个 Nian 就是On的那个SIMD的直径级 然后呢 这东西呢 其实一开始也是 就小东西嘛 就是我们2020年做的小东西 没想到呢 这东西竟然有用 呃 就是被这个Apple啦 被那个 呃 Yamashin拿来用 NVIDIA也在用 好 然后 那甚至很翻译什么 哎发现 超级电脑里面像复越 复越 因为它用的是On的处理器 好 那它也有需求什么 需求把原本的 针对Intel S86的程式移植到什么On的系统上面 好 所以 呃 为了要让移植顺利呢 他们也用了这个SSE图 然后更酷量什么呢 更酷量是说呢 呃 有一堆那个做那个什么 做那个基因的 好 你们看到这个 好 就是DNA序列 对吧 对 不要怀疑 就是那个DNA的吧 好 就是那个DNA 好 像那个上周 好 上周我带我女儿去 去那个科博馆 好 那个台中 那个 呃 科学科学博物馆 好 然后就跟他讲DNA的原理啊 之类的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这个这个 什么基因的测序 什么鬼 你说这个东西 跟跟我怎么关系 没有关系 一开始没有关系 但是没想到 没想什么 没想到呢 呃 这些 呃 高速运算啊 超级电脑 那里面呢 也开始用什么 也开始用On的伺服器 好 那因为呢 原本的软体呢 是针对Intel S86架构去 去开发的 然后转到On的话呢 就有什么 就会把 呃 SSE 转换成 你一样的需求 好 所以我的专案 刚好就被用了 好 所以看这个很酷啊 然后你看哦 所以这就是 无亲杀流流成义 对不对 就是我都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写的程式会被 跟 呃 生物资讯有关 我写的是 既然跟COVID-19的疫苗有关 好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过去从来没有想过 这跟这次有关 也不是没有想过啦 就 我二十几年前的目标 是要考上医科啦 后来发现一个悲剧 就是考上医科 就没有 没有胆子去念 对不起 我 我废 对不起 大家没想到 诶 你看我人生 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 就还是有遗憾 就是那个 你怎么 考上 但是不敢读 好 然后呢 大家没想到 诶 过了 过了二十几年 这个 这个 怎么 既然这个 医学 生物 生物资讯 还有这个疫苗 竟然跟我有一点点 关系 就是 而且 这些软体 这些 这些跟基因研究 有关软体 竟然用到我写软程式 所以就是无心插柳柳成印 我想这个opensource 一个很棒的地方 这个 这个 用在超级电脑 然后用在这些医疗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发表 是很重要的事情 主要发表 我不是为了学校什么KPI 主要不要搞错 学校要我们的KPI 就是叫我们写论文 然后 我通常不写 就是一年 哎呦啦 我一年就是写个一篇 一篇 一篇两篇 那边 也不是info't吧 就是 我 答标就好了 我学校的要求 学校最低 叫每天 每天写一篇 我就有做到 然后这个发表 并不是论文发表 不要搞错 我们去这些研讨会 不是学术研讨会 注意到这篇研讨会 都不是学术研讨会 这些研讨会 都是台下 9x5都是什么 工程 能源 台下会有谁 台下会有这些Linisk·克罗的 开发者 甚至会有Linux Watch 所以我们是在工程师面前 资深工程师 世界一流工程师面前发表成果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们做这些就会变一流的人 不是 我们做东西就要被看到 而且是要被对的人看到 所以我们2011年开始 我们就做这些事 像我们那时候 2011年我们发表 Michael C. Linus 刚好就遇到什么 遇到Linus Kernel第四名 第三名的贡献者 就排名第三名 贡献量排名第三名的贡献者 就跟我们当场讨论 当场讨论说 可以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们同一年 我们去发表 我们在Lew time 就是这边很多术语 没看过没关系 我们去发表 我们相关的一个研究 那没想到这个作者 就做到台下 这很酷 就听我们讲东西 然后就也跟我们讨论 然后最重要的地方是 做这些事 它就是Google搜寻找得到 然后你以后写率表就简单了 介绍自己最好方法 不是写出一个什么 很详尽的简历 其实有时候也不需要 说我自己 以前不写简历的 你说我以前不写简历 怎么介绍自己 就Google搜寻 找你的名字 应该找得到你的成果 本该如此 这没什么了不起 本该如此 你说 我不是不认识一个学者 他做什么事 Google搜寻 就应该出现一大堆他的东西 那工程师 这个世界本来就要 这个工程师的参与 变得更好 所以这个发表 我希望学生阶段 你就当过一回事 真的要去做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当做什么 当做你的目标 因为这就是 这就是验证自己专业 而且就是把自己的专业 给更专业的人看 不是更专业 是专业非常多的人 就是世界一流的人看 那你看我们2020年开始 到去年 我们今年也有 我们今年有一个上半年 就上半年有两个同学 那反正我们就会继续统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我们在中间也会跟大家讲说 怎么去锁定一些议题 对坑楼做出贡献 然后甚至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的作业做得不错 甚至可以把这个题目 当做这个题目专题 像这个吴恩伟同学 他就是在去年 抱歉 前年 他前年上我的课 他前年上我的课 然后就做一个题目 做一个作业 我们觉得这个作业太有发展空间 所以我们就拿去投稿 投了就发表 很荣幸的就跟这个 因为这件事就跟 令人核心的开发者合作 合作开发 然后我们前年也有类似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我们开发的自驾车 你可以搜寻成功大学自动驾驶车 然后就把相关的成果发表出来 这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本该如此 就是做东西都被看到 就该被看到 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虽然我们讲的是 但是其实就是把这些电脑科学的东西总复习 然后看过去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个东西叫举足 举足是什么呢 就是 这底下有故事自己看 那总之就是讲那个穿着附会 对吧 然后 然后 很多人呢 很多人学习Linus Kernel 就是看程式码 然后就 这程式码看了什么 讲什么 然后就自己揣摩他意思 但是呢 有可能Linus Kernel那一段程式码 他是错的 或者在某些状况下他是有限制的 那你不知道 为什么Linus Kernel一直在改版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是有bug 有些东西没做好 所以持续在改进 创新唯一的理由是什么 创新唯一的理由就是之前做的不够好 Linus Kernel就是一个创新的作业系统 他就永远在革制掩命 永远就是往前走 那你看哦 如果你就是用这种穿着附会的想法 去这边举足 去这边摸索 这边幻想 这边脑补 说他在做什么事 你永远呢 就是没办法知道Linus Kernel在干嘛 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可以贡献程式码到Linus Kernel 那你至少呢 跟这些开发者呢 有一个同一个赛道 你不仅会超越他们 但是你就跟他有一个同一个赛道 最重要是改版的时候 你持续在投入 然后我们希望这门课呢 再往更高一个层次 就是说呢 我们去揣摩程式运作的当下 去分析说 这样做为何如此 然后呢 也去找他这样有什么限制 或者有哪些额外的考量因素 然后呢 我们尝试去做改进 注意点 我们做不是只是要去阅读程式码 我的要求就是 要有办法去改进 或是讲得出现有的限制在哪里 指出他的现有的灶门在哪里 我想这个是一个 在探索Linus Kernel 一定要的素养 否则永远能就落后 对吧 因为你不要掌握当下 预测他下一步 你永远就是一直追追追追 那就很辛苦 好 那么刚才有特别讲 就是说 你甚至会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几率统计 你说这跟几率统计有什么关系 怕你不相信 怕你觉得我在唬烂 来 我们为了这件事特别写一篇文章 然后 然后这样子 就是说呢 现代的系统呢 你知道就是说 它是多核处理器 像是多核处理器 然后你看到像我这个 这个多核处理器呢 就编号0 1 2 3 一直到15 所以总共16核 对吧 16核处理器呢 里面有一个很困难的一题是什么 就是cash coherence 每一核呢 它都有各自的level1 cache level1 cache是独立的 不分享的 但是level2 level3 cache 就是会分享 那这样的话呢 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可能 因为我cash要分享 所以我可能会有读到 就是cpu可能会读到旧的资料 但是呢 我又希望怎样 cash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你想cash的存在是为什么 因为主记忆体跟cpu比起来 它是慢的 那你叫快的cpu去等慢的 的主记忆体 这就没办法发挥cpu的效益 对吧 你叫快的去等慢的 就像我们的高等教育 对吧 就是悲哀啊 对吧 就是如果的学生识做能力太废的话 应该是把它撞不掉 不就开玩笑 就是应该是要让他赶快去补墙啊 对吧 而不是说呢 因为很多同学的识做能力很强 所以识做能力很废 所以导致说我们大学课程 不敢要求同学的识做能力 这就是 因业费时 叫快点去等慢的 所以我们大学教育才会变成一团糟 对吧 反过来说 你如果这个识做能力很废的话 这个早就该把这个学律轰出去了 对吧 所以cash存在在干嘛 cash存在的就是 他去弥补这两者的这个缺陷 也就是说cash是一个很快的一个机体 很快的一种机体 那他有缺量是吧 他跟CPU存取的略微的慢 比那个CPU暂存取的速度慢 存取的速度慢一点 但是呢 他的意义就在于说呢 如果有一部分的资料 他的locate很好 就是他 就是刚才用得到 刚才已经存取 现在也用得到 就是locate很好 就是说我刚才用到的资料 我现在用得到 或是说我命运存取的是前半段 但是后半段呢 我也可能会频繁用到 所以我就一口气把前半段跟后半段 都放在cash里面 所以我就不需要去高成本的主机体去存 每次都去高成本的主机体去存取资料 对吧 听起来很合理的吧 当然是主要 但是 但是呢问题就卡在哪里 问题呢就卡在说呢 我们要做cash的一致性呢 是有很高成本的 cash要做一致性的时候呢 需要有一个特殊的硬体 我们称为叫做CCI cash coherence interconnect 说起来CCI 这样子CCI的硬体要做什么事呢 要发通知 说某一段cash内容已经过时了 过时了 所以有这样大量的操作 我们称为叫invalidates 主要他是一个通知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什么呢 他就是一个高成本的操作 他可能往往需要几百 甚至几千个cycle 我们刚才讲过的 那个除法 可能需要十几个cycle 但是这个invalidate 他需要几百 几千 或者更高的 几万都有可能 的cpucycle 他是个非常高成本的一个开销 可是很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呢 我们的这个spinlock 对不对 这你听过吧 spinlock或是那个stemuphone 这些做同步处理的机制呢 往往呢 背后 在多核的处理器呢 往往呢 免不了要做什么事 免不了要有大量的cash invalidate的需求 而且呢 你的cpu处理器的核数 就core的数量越多的时候呢 这个cash invalidate的代价会越高 而且呢 他是所谓就 他会变成non-deterministic 就是他是什么 他是你甚至无法预测 这样cash invalidate的成本有多高 所以注意到了这件事呢 这就是代价 好 那数学跟这种关键 怕你不相信 来 工程数学是什么 教育的东西要怎么 马可复练 对吧 马可复练 这工程数学 或者离散数学 都会有学的东西 马可复练 那所以呢 我们要能够了解那个spinlock semuphone mutex 这些 这些 他的数学叫做synchronization object 就是同步处理机制 他的代价 所以我们就要用数学 去把model 去建立一个模型 去描述 所以我们这些就要做什么 我们就有些 把一些简化条件 从个简化条件开始做推广 然后推广呢 那就是什么 状态 状态k到k加1 然后呢 去看那个 马可不定 就要做什么 就是要去描述他的频率 然后呢 甚至我们在过程中呢 可能需要什么 需要基率统计的 需要基率 用博松分布 都不要博松分布 就是那个 你以前在教科师学的 对不对 学基率统计有什么用 Linus kernel 就会用到基率统计的 所以那这个 不要怀疑 就这东西 对不对 不是只有这个常态分布 对吧 其实分布很多种吧 对不对 有那个 Polomobil分布 对不对 反正有一大堆分布 对不对 好 所以数学在什么 数学在就是model 然后你要去分析 然后去 知道他的 所以你不是只是凭感觉 很多工程的 有台湾工程能源 很多凭感觉的 我们是不是能算出来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大学不学 就该做的事情 对吧 你学 你学基地统计 就是该描述 我们现 这个世界 所做的事情 那这个后面 讨论比较多了 请你参照这篇笔记 那我们去年 在OSDI发表论文 也跟这个东西有关 那我们近年来 我们也在 近期 对近年来 就是我们去年发的论文 是我们五年前做的事情 对 就是我们的论文 前后做了四 就是去年发的论文 前后做了四年 然后这个主题还会继续进行 那就说 这很有趣吧 就是 很艰辛 好 anyway 就是说 这些东西 我希望你了解到 就是我们学的这些理论 学的这些东西 就是该的 该拿来解释这个世界运用 应用 不是说 用这些理论来赚钱 其实要应用 不是 其实光是说明的原理 然后能够定性 定量的分析 这个就是我想工程人员 基本的 非常非常之基本的 好 那当然你可不要好奇 就是说可能我也疑惑了 说我也没写过Linus的程式 我可不可以来上这本课 是这样的 就说你就算写过Linus的应用程式 我还是当做你不懂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应用程式 到底写什么鸟 然后我也不知道你过去学的东西 到底学的什么境界 我真的 我真的 无从掌握 然后反正你欠缺什么 就补什么 而且Linus Towers也在2001年说了 其实真正有趣的东西 其实都在User Space Kernel本身是做一些关键东西 Kernel应该很稳定的 Kernel就做关键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探讨Linus核心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了解User Space在干嘛 就是了解那些应用 场景 因为Linus Kernel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作业系统 它就是资讯科技的缩影 我们要了解说Linus核心 作为这些资讯科技的基础元件 它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就要从很多不同的印象去探讨 这也是我们这本课在意的事情 总之就是开始学 然后我们在这本课 也会来探讨现代处理器的特征 我们为了这事 也去准备一系列的教材 所以跟现代处理器的设计 关键特征 然后除了之外的话 我们也去解释 解释是什么 像Und Und它有一个像Big Little 或是Dynamic 反正有一系列的技术 那种技术 关键就是可以让你的手机 做到又省电 然后性能又好 所以这件事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件事是很难的 就是它会去把处理器 它就会变成叫E值多核 就是说E就是不同E 就是说它会是不同类型的 像左边的这一组 这四个CPU Core 它是省电的 它是省电 右边是性能好 它是耗电 但是它的执行程式可以快 平常时候就用省电的 然后需要负载高的时候就用执行快 但是耗电的 你说这听起来理所当然 不要怀疑 这件事超难 这地方有一个东西难在哪里 就难在schedule 它schedule超难做 然后我也是刚好有幸 在十几年前我就参与相关的开发 那我就体会很深 然后后来保密合约终于过了 所以我开始研究这东西 然后准备写教材 那没想到写写就变成一本书了 本来应该是像成 可能像这种篇幅 对不对 就像这样的一个篇幅 没想到写写就变成一本书 所以参与这门课的同学 会拿到我写的书 就在讲这些CPU schedule 还有包含说这些Big Little Dynamics这种技术 然后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只是什么 就是跟你讲说 这个世界考虑的因素就很复杂 然后我们就要对这种工具 有很大的掌握度 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呢 需要省电的场景 用省电的CPU 需要性能的时候 用耗电的CPU 听起来那理所当然 好像个什么 好像个无聊的事情 但问起来 你的条件是什么 什么时候该用 该用什么 该用那个 省电的CPU 什么时候该用性能好的CPU 你说哎呦 那我就先从省电的开始用 省电不够都在用那个 再用什么 再用那个性能好的 那跟你讲个悲剧 就是呢 从Little 然后就从省电的 到耗电的 这个转换呢 需要什么 需要200个mini second 就在某些情境下 需要200个mini second 转换 200mini second 什么概念 你的眨眼 人的眨眼需要0.1秒 或是100个mini second 所以你知道问题的吗 这个CPU之间的切换的时间 比你的眨眼时间还长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他切换的时候 CPU停顿了 所以人类就会发现什么 这个CPU就一直停顿 对吧 因为他要做这个CPU之间切换 这显然的吗 这显然就会 不要说实用者体验了 这个任何有眼界的人 都会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用 对吧 所以我们就要去预测 预测要该用哪个CPU 对吧 也不要怀疑 这个预测该不用了 Machine Learning 早就用了 好来 给你看 Linus Schedule Machine Learning 注意点 这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未来事 这东西存在很久了 你看2005年论文 就用Machine Learning 不要怀疑 就是你知道那个Machine Learning 听过那个Machine Learning 来改善Scheduling 2005年就有了 2005年 你都还没有感受到AI的重要 Machine Learning的重要 人家早就用了 而且呢 我不能讲太明白了 因为这个应该是商业机密 就是你想到的那几家公司 Quakon Quakon 联发科 这些公司呢 都有对应的 但我不能跟讲说用什么技巧 这是商业机密 然后 所以注意到这个就是 这什么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困难 你可能以为说Schedule 就是什么 挑出下一个任务的东西 挑出下一个任务 的 纸系统 就叫什么 就叫Schedule 那你可能花时间在研究什么 First In First Out Shorties Jump First 就是所谓的Scheduling Policy 但是真正难地方不在哪里 Linux Kernel 光是Schedule有关的程式码 多少行 好来来 给你欣赏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摆放的 就是跟Linux Kernel有关的 Schedule有关的 不是Linux Kernel的 就是不是Linux Kernel的 全部 只是跟Schedule有关的程式码 有多少行 两万八千行 就是跟Schedule有关 而且还不是全部 只是一部分 就有两万八千行 所以显然绝对不是什么 Shorties Drop First First In First Out Rong Robin 绝对不是只有那个东西而已 很多人觉得 学了Rong Robin First In First Out 学了Shorties Drop First 之后就觉得说 自己懂了Schedule 不是差得远 你看的根本就不同的东西 就是我们跟你讲的Schedule 跟你在书本上看的Schedule 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不同境界的东西 但是没关系 也不要慌张 这就是欢迎来到21世纪 我们就要解决真实实际的问题 好 然后呢 这里面呢 就像刚才讲的 这里面的充斥各种数学 像那个Divine Driver里面 也有数学 像那个QuarkCon的 QuarkCon Azure 原本这是两家不同公司 Azure是做无线网路晶片 有名的公司 后来QuarkCon并购了 收购了这个Azure 然后Azure的无线网路晶片 一直在信赖很多手机 还有一些 一些 手机 或者是 一些 一些 通讯装设备里面都有 然后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你去看那些Divine Driver的Schedule 你会发现 里面竟然用到什么 快速复列转换 对 你不要怀疑 这是有的 不相信自己去找那个Schedule 不相信 你不相信 我找给你看 好来 现在找 复列转换 好来 Fooly Transformed 不对不对 我再找这个 因为人家假设你知道了 所以要找FFT 要找FFT 好 所以 抱歉 要找一个 要加个空白 好 然后 这个 不要怀疑 这个东西就是刚刚讲QuaCon 这个是 ATH A表示 A A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QuaCon的WiFi Driver里面 其实就有用到什么 用到快速复列转换 最后背后就需要一个复列分析 这一样 这也是我写给我女儿的 整理给我女儿的 科普材料 一开始不是我写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教材写的还不错 但是有些资讯比较落后 就是有些资讯没有跟上 我觉得很多中国的论坛上文章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流传的很广 所以如果有错的话 可能就一直错到底 所以反正我就尝试修正 然后去致敬这个 韩昊 韩昊的文章 我就把它去做一些调整 然后加上一些动画 然后去 因为它一开始是一篇帖子 就是 中国很多东西就这样 就是T来切去 也不知道传到哪里去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因为它那边没办法做一些 很好的一个视觉化跟动画展现 那我也更新一些材料 然后所以就是讲说 什么从那些相位来 那里面有补充一些数学 可以讲说它在做什么事 那甚至也有跟你讲说 那个 复数系统 复数跟那个复列总换的观念 这复数就是那个I 对吧 那个实部虚部那个复数 跟那个东西的观点 好 所以你看到 这里面呢 反正有大量数学 反正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可以讲出一大堆 那这个之后上课的时候 也可以感受到 然后像刚才讲的 quark on arz 这里面呢 就是为什么它需要 复列转换呢 就是因为 Wi-Fi的driver呢 就会有什么 频谱扫描 那频谱扫描呢 就要把 这个Time domain的东西呢 转成Frequency domain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鬼的人 可以去参考这篇 所以你看 你在大学呢 学理论就该是 本该如此 对吧 本该如此 好好学一学 好 然后 这个刚才解释过了 这个这个 我希望我们这学期 有办法做更多的数学分析 去年已经有同学 做了分析 我很感谢同学的参与 然后如果你大学呢 学的是数学系的同学 请你 而且如果你大学 学的是数学系 而且你有心投入这门课 请你联络我 我们这学期还有很多数学的东西要做 就是有一堆可爱的数学 可以让你有那种感受到 原来我读数学是一个好棒的事情 对吧 好 不过呢 最后呢 我也有几件事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呢 我还在学习怎么教书 尤其是要满足台湾学生的需求 其实有时候 我们台湾所谓的教得好不好 是说你短时间内 有没有觉得自己好棒棒 如果短时间内 学生因为上了一门课 就觉得自己好棒棒 然后那学生就觉得自己学的好 那反过来说 一个课程老师 经过一个学期的洗礼 让学生觉得自己好废 然后这学生通常就说 这个老师讲得好烂啊 这什么烂老师啊 一天到我就诚实面对自己讲 然后一天到我来否定我 这个老师好烂 对不起 我就属于后者 然后但是 我认为我有责任 跟你讲资金科技的发展 我有责任跟你讲 你哪里不足 你的微积分哪里不好 如果你Arctangent的积分 没办法当下立刻算出来 你看我刚才为了上课 我又把Arctangent的积分 重新算一次 你没办法当场算出来的话 对不起 不是你懂不懂问题的 你真的要问 你过去在干嘛 然后那这个 当然最后有人说什么 现金代数理算数学 这个没话说 你当然要懂 然后那最后 我不会去教你的 因为那不是我的责任 但是我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的不足的地方 在哪里 然后刚刚跟你讲 哪些东西是认知错误 我给你机会空间 去改进 上课呢 我会花很多时间去 讲历史的典故 不是为了要掉书袋 或者卖一种什么东西 而是希望你可以掌握 就是理解过去 掌握当下 才有办法预测未来 这个Alan Kay 就是电脑科学家 Alan Kay 他有一个很棒的 Alan Kay 他有个叫Predict 就是他 他有句话什么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然后就说呢 预测未来最好方法 就是创造未来 我想这件事呢 在Linx Kernel 特别是这样 Linx Twas 常常会被问到说 Linx Kernel 明年 或是五年后 十年后 会做什么事 Linx Twas 会遇到这种问题 通常都不回答 他说他不知道 他是故意留守 当然不是 Linx Twas 他的观点就很简单 你要预测未来 你就贡献程式码 你要关注Linx Kernel发展 你就看我Linx Kernel在干嘛 我们的讨论都是公开的 我们程式码都是公开的 你就可以看我们的讨论 知道我们在关注什么 就知道说Linx Kernel 在往哪边走 然后呢 你很在意未来 怎么办 你就贡献程式码 相关的程式码到未来 你自己决定未来 所以你借由创造未来 来预测未来 那我想这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再看一次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 预测未来的方式 借由什么方式呢 去创造未来的方式 去了解Kernel 所以我也花很多时间 跟你讲这个历史观点 知道过去做什么事 所以哪些东西是过去的一些成科 过去的一些包袱 可能会限制 但是也许它是一个突破空间 另外就 另外这三个字我不好意思念 对吧 自己看 就是让你诚实面对自己 而且会加速 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到了毕业之后 才诚实面对自己 就发现自己的学历不好用 对吧 什么叫学历好不好用 就是你大学毕业前 有没有很多公司排队 在用你 然后你的房东 有没有说介绍他女儿 要给你认识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就表示你学历不好用 那你这样学历不好用 你从这个学历不好用的学校毕业 那个学校就叫什么 就叫学店 然后我就不点名 哪些学校是学店的 然后但是 这里面很大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你没有诚实面对自己 对吧 你发现你自己学作业系统 却没有办法掌握 作业系统发展 没办法对你课计做什么事 对吧 那你就是这种课没学好 那你就该 该去问老师说 老师我为什么没学好 而不是说呢 学期末拿到97分 然后就结束据点 对吧 这就是像个悲哀的吧 这就是什么软市值啊 对不对 我们花太多时间 让大家的软市值啊 好 接着讲一些东西 注意思想 就是我们上课时间 希望跟大家来互动 认识自己 然后那这个 这句话呢 我们不欢迎玻璃心了 就是讲几句话你就生气 讲几句话你就哭了 对不起 滚 然后呢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 因为你想看 在Apple工作的人 在Google工作的人 他会在意世俗的批评 一定有人说iPhone很烂 那Apple可能是遇到 有人说iPhone很烂 他会生气吗 不该生气啊 你说我Apple烂 你说我Apple的iPhone很烂 我下一版就给你改进 让你从道战变成政战 对不对 就是本该如此的事情 所以呢 争强者不该 不该也不会在意世俗的批判 因为要解的问题太多了 对吧 要自己对这个产业的贡献跟影响 对吧 这是我们在意的事情 好了 最后提醒大家 就是我为了纳税而教 我有些机会呢 可以多赚一点钱 但是呢 我来这边呢 不是来做什么理想 请不要误会 我才不跟你讲什么理想 我呢 只是要搞清楚说呢 你们这些学生 好手好脚 眼睛好 但是写程式写的不如人家眼睛看不到的人 坏 对不对 为什么你眼睛看得到写的程式 不如人家眼睛看不到 好 我想你 我希望你认真想这个问题啊 你发生什么事 好 好 没关系 我 经过这十几年的这个摸索 好 我终于知道我该做什么事了 就是来给大家一个 给大家一个 管道 给大家一个空间 给大家一个场域 好 我们来 一起来诚实面对自己 真正做一些事 做我们好手 好脚 好眼睛的人 该做的事 好 那注意到这门课呢 写作业是主体啊 然后欢迎你的选修 欢迎旁听 然后呢 但是不管这样 一定要写作业 好 不能只听课 然后不写作业啊 呃 你过一段时间知道 只听课不写作业 会发生什么事啊 就是 会不会被我抓起来 好好的问候一下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 感受到 好 好 反正就要写作业 好 那这个 呃 时间是这样啊 就是说呢 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 每周我们的教材都 不会每一则都有录影 但是大部分的会有录影 然后呢 我 我会花至少三个小时 至少三个小时的讲解 那有 有些机会 比方说像第一周 主要第一周的 第一周的讲解有几小时呢 好 呃 你自己 自己看就知道啊 课程 课程 我们的这个介绍 就花了三个小时了 对吧 然后你还愿意这样接受 没有 这里面也有录影 对不对 后面加这个 加这个信号就表示录影 好 怕你不知道哪里有录影 这里面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铃铛的 有这个图示的 就有录影了 然后这里面呢 也是又来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一阵子 然后像什么 像这个 也有录影 那这个录影呢 也是不小心 不小心也是 也是大概五六个小时 跑不掉 就是这个 三个小时加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 然后呢 这里面呢 诶对不起 又有了 这个又是三个小时 那所以呢 这个 这边就录影 然后呢 请你呢 一定把它看完 看完录影还不够 看完录影之后呢 这个 里面呢 又有很多材料 诶 你们有看到 Linus Twas 你们有看到 对 就Linus Twas 然后 那就是 你们看到这个卷轴 右边的卷轴 右边的卷轴 为什么 这么小颗呢 这个 右边的卷轴 小颗是因为 这个内容很多 对不对 就是这样 那所以 这个教材 所以 这就是 你应该花 至少三个小时 来看 这个教材 然后 至少三个小时 这跑不掉了 然后 接下来 你要花三十个小时 主要不是这学期 你花三个小时 是什么 这是每周 per week per week 再建设 per week 30个小时 这是建议的 当然你可能聪明 只要花个 二十个小 二十九个小时 算你半 那就是说 请你 请你投入 然后这边呢 如果呢 你认为 自己的学历 在什么 自己 就是在一个学店读书 在这么努力 就是不如台大 职工的学生的话 你可以 那你可以 那就退学吧 不要来了 好 我希望呢 你来这边 在干嘛 翻身 再讲翻身 来这边翻身的 好 然后踏实 就是一个建设呢 信不信 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是做得好不好 对不对 煮饭 煮得好吃 还是很难 对不对 创新 唯一的原因是什么 原本的做得不够好 好 这刚刚讲过了 我们有两门课 一门是实体的 一门是线上为主 但是学期末 我们都会安排 这个实体成果展 就欢迎 欢迎 社会各界的人 然后来指教 然后这个 成果展也会有录影 然后这个 这个相关成果都可以公开 公开接受各方的 クlicking 那我也邀请一些 科技公司的主管 给各位意见 那如果说你表现得很棒的话呢 这些科技公司的主管 可能问你说 要不要去上班 那这就是我想要做事情 然后我们这本课呢 会有安排这个Google Canada 目前是空的 但是过一段时间 我们会把那个 重要的一些事 就是重要的一些 事件 好 跟上去 然后我们有office hour 就每周二的晚间 好 那你给发讯息 到Facebook的粉丝专页 这是我的粉丝专页 那虽然这个名字叫做 有看到小伙伴 你会觉得 这个不好意思 给其他小伙伴看 没有 就是为什么这个叫做 Jesup 与他愉快的小伙伴 就是因为写这个名字 你会觉得 好像很多人经营 就会觉得 比较有动力来发讯息 对吧 对吧 就是这个障眼法 对吧 就是觉得说 哎呦 好像很多人会 回复我的讯息 就觉得说 觉得 会敢发讯息 但是只有我在看 以前的确有小伙伴 不过小伙伴毕业之后 我就没在找新的小伙伴 反正我觉得 只有我在看 所以不用担心 助教也看不到这东西 所以如果你有些需求 你知道需求是什么 就是 要调分数 要调分数 不要跟助教讲 跟我讲 然后 什么心理原因 我想这本课 可是又不想付出那么多 心理原因 身体需求 什么 我COVID-19感染的 第十八次 老师 我COVID-19感染 第十八次 对不对 然后 什么的 就是 哎呦 我的老师希望 我不要上这门课 可是我还是很想上这门课 反正我好犹豫 我好痛苦 我好难受 对不对 像这种小故事 你就可以分享给我 好 那最大 我们这门课呢 不止上完 上完十八周 前六周 那请你 请你 睡好 其实就是 该睡的时候 有空就赶快去睡觉 就是 因为接下来就是 呃 接下六周 的时间你会很忙 那如果你前六周 发现自己也没有很忙的话呢 那你可以退学了 那表示我失败 就是我没有让你 发挥到你应有的能力 注意到 我们来这边是来干嘛 翻身的 翻身 然后 你一周呢 至少要投入十六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 但是 应该是这个数字 就是什么三十啦 二十九啦 这种数字 然后 那十六呢 是最低最低最低的 好 然后呢 就是我们上课的过程中呢 依据承大型势力呢 会有的嘛 会有那个 会有那个 遇到表定假日嘛 那我们 我们 我们遇到 国地假日的时候呢 会怎样 不休 不休息的 然后就是我们不理会假日的 我们会用这个YouTube 那你说那个春节连续假期 要跟家人出有怎么办 注意到好 我们春节连续假期的时候 我们会安排 安排测验 对 线上测验 所以你说 这个 这个怎么办呢 那你就是 挪出一个小时来 参加线上测验嘛 对吧 就是 对 这该不够分嘛 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春节连续假期 你要跟家人团聚 OK 你要出国 OK 但是呢 中间我们会安排 线上测验 那请你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讲 我要留出一个小时 因为我要参加线上测验 好 那这个时间呢 注意到 就是 这个命令和弃10座 是在周四晚间 然后 命令和弃设计 在周二下午 然后 10座课程是 线上 设计这门课呢 是在 实体在资讯系 新管 好 那为什么不翻 财产上下门课呢 自己看啊 这个 要太多解释了 有个很重要原因是这样 因为教这门课真的很累 所以我不确定 毕竟我跟 张博成的约定 已经达到了 就是 他在 他在成大 读书读多久 我就教多久 那他终于要毕业了 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我跟你保证的地方是 你愿意投入 我就愿意付出 但这样的承诺 我没办法 跟你讲 每年都做得到 因为 难 但是 今年 我已经讲的事情 我就做到 好 我们这本课很特别的地方是 自我评论 占了50% 酷吧 超级酷的 然后呢 这个 除了自我评论的话呢 就会有什么 报告 对吧 就是有什么 作业啦 分组专题啦 实际报告啦 然后呢 还有那个课堂测验 每周都有测验 哎呀 这写错了 12次 因为我们有增加课程了 12次 好 然后呢 如果你要 要那个 补考 跟重新测验 在6月24号之前 都可以 都可以重新 重新补考 开心的话 好 那这底下 就是一些同学的分享 像 像这位同学的话 就是 他是 Linor核心 无线网路纸系统的 这个 就是 Riotek Driver的负责人 然后 后来到 亚马逊工作 然后 他来这门课的时候 刚好是他读 陈大电机 陈大电充所的时候 他是到研究所 才开始 开始学习西语言 所以他很慢 他很慢才学习西语言 但是 才认真开始 写西语言程式 但是呢 上了这门课 5年以内 他就成为 某一个子系统的 Linor核心的子系统的一个 的维护人 所以 5年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5年呢 一开始呢 可以讲 重新学习西语言 重新 在这门课 了解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再投入 那投入到一个程度之后呢 成为什么 不只成为Linor核心的贡献者 不只成为Linor核心的开发者 还要成为维护者 注意到 以维护者 有强度的专案 一个就够了 希望这个 对 就真的 这个 当然铝表写的好了 但是 比铝表更重要的地方就是 就直接 对不对 科诺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的东西吧 对不对 本该如此 没什么了不起的 本该如此 好 然后呢 社会人士也欢迎来 像这位朋友 叫Vector 他就是 用下下半时间来学习 那程度面对自己 然后提升 然后也有 还不错 然后我们的教材呢 就是绝大多数的材料 都是公开可以存取的 然后请你善用这个 客人教材 那么下面的公告 也会公告在这上面 好 那么讨论区 然后呢 我们有YouTube的频道 在这 然后我们有教科书 用教科书是 CSAPP这本教科书 好 那欢迎庞迪选修 选修的同学呢 选修跟庞迪有个差别 就是 选修同学 他可以额外拿到一些 我没有公开的 我们刚刚讲过 绝大多数的材料是公开的 那势必的 就有些材料没有公开 就是什么呢 我在写书嘛 这个书我还在写 所以我还没有公开 不过说这本书 要多了不起 要赚多少钱 不是啦 不要误会 是那个有些 就写书的过程中 你知道吗 就是有些东西没写好 就不好意思给别人看 我既然要拿来当教材 我就答应要给你看 但是只有选修同学才有 或者说你如果旁听 做了一定的贡献 我也把他当你是选修学生 当然你要先有贡献才有 或者说我正在写论文 我刚刚讲过 我一年就写个一两篇论文 有些东西就跟Linus有关 然后就给你做参考 如果说你 针对特定的主题 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一起来做 如果说你做得还不错的话 我会把你介绍给 给科技公司的主管 然后这个主管有很多 有的是那种一级主管 或是执行副总 或是上市公司的执行长 要看什么公司 我有去办公室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旅表放在他桌上 所以你说那个蔡明杰先生的桌子上 那如果有空间的话 就把你的旅表贴上去 好 放上去 好 那anyway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我希望你可以花更多时间 在课程投入 我不用去担心成绩的事情 只要你有充分投入 对吧 百分之五十 五十的分数怎么来 百分之五十的分数怎么来 就是自我评价 然后呢 如果你有一些额外需求 再跟我讲 然后反正我就希望呢 你可以聚焦在 学习投入本身 好 注意到来信的时候 有些你发信件的时候呢 请你避免讲些词 我很讨厌的词 不要说自己非本科 你念台文系 念中文心音 念外文系都好 但是不要说自己非本科 在这个世纪 没有强度就非本科 什么叫强度 你做出来的东西 没办法让 上千万人 成千上万人每天用 就没强度嘛 对吧 你做个网站 有没有几百万人在用 几千万人在上亿人在用 没有 滚 没强度 然后你写了 城市有没有要给几千万人 上千 就是成千上万人用 没有 有没有办法每天用 没有 那就没强度 跟你念电机器资讯没有关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 没强度就是非本科 他这很公平的定义吧 你说一个人 他成就很高 不是因为他很有名 是因为他做的东西 有强度 工程人员就这样 对吧 好 然后所以呢 不要花时间在写这个东西 非本科 打这个字也是花时间 你就跟我聚焦在 问题本身 然后呢 你也不要跟我牵托 你的电脑漫 我跟你欣赏 我的电脑的这些规格 我到现在还在用2012年 对没有看错 这不是打错事啊 这真的是2012 2012年 我现在还在用2012年的电脑 来干嘛 来开发Linx Kernel的程式 来开发自定机器 开发GIT Compiler 然后呢 偶尔写一些电动玩具 给我女儿玩 然后呢 在上面设计CPU 就是在这台电脑上 那这台电脑的规格够烂了吧 i5-3-4-2-7-CPU10 迈之后18GHz 然后呢 这个Rain呢 会有8GB的空间 就这么大 然后呢 DDR3 你们超级慢的DDR3 然后呢 如果呢 你电脑比我差 你才有资格说自己电脑慢 否则呢 请你不要跟我牵托电脑慢 什么 我写作业写的 写很久 是因为电脑慢 请你看看我的电脑 然后呢 你也不要讲一些 没有必要的词汇 什么不好意思 这种词啊 真的不要讲他 你唯一呢 需要跟我道歉的东西 是吧 是因为不够强 来 唯一跟我道歉 就是什么 你的理由是因为不够强 不要一直跟我讲 说不好意思 做业师要补考 说不好意思 我老师要补考 不用 你就写我要补考 然后呢 不好意思 老师 我这样会不会打扰 不要讲这种话 你没有冒犯我 不需要 当然 如果你真的冒犯我 我讲冒犯了就是什么 这就是冒犯啊 对不对 我是纳税人 你拿了我们纳税的钱 没有变强 那就是什么 对不起 我们纳税人 道歉 好 然后最后呢 就是希望呢 你认真思考这句话 就是 梦想很容易被滥用 这句话很容易被滥用 那这个梦想跟百年 梦差别 就是 我们需要呢 就是步步为营 你想想看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资讯工程 做一个专业 或是说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在这么用课来 来学习 除了得到更好的工作以外 你难道不该是 跟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社会 我讲的是整个世界 有直接的观点 对不对 我们一直 之所以强调林斯科努 也不是说林斯科努 贡献怎么了不起 不是 而是说你作为一个工程人员 本该直接影响到 这个世界 政治人物也许影响范围很小 或者一个商人 他也许可以赚大钱 但是他们很可能没办法直接影响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工程人员 就算赚不到大钱 没关系 我们工程人员 本来做的东西就是直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本该如此 这就我们的责任嘛 那当然我们旅行的责任 然后赚得到钱 那很好 那做不到这件事 没关系 我们就找到一个适合的标的 然后我们 我希望你在这门课 可以得到一些突破 好 那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大家